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社会开始动荡 一个起貌不扬的女人出现 她的一生贯穿幕府衰亡 肩负着历史使命 引导国家走向和泰酒保利同 德川家定,西萧龙盛,盛海州等历史人物 纠缠在一起 关于她的故事 还要从日本打开国门的20年前说起 这个怀有身孕的贵妇人 本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看还怎么玩耍 可天色突然间暗了下来 随着一道闪电屁股 她失去了意识 但睁开眼,周围的人也都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一位素未谋面的诡异老森 今处一身冷汗的阿信夫人再次晕倒 又再次在众人们的呼唤中醒来 可抬头寻去,老森却没了踪影 冥冥之中,她仿佛感受到了命运的召唤 时至德川内夫末年 历经两百年闭关锁国的日本 正处于内忧外患的鸡变时简 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中 一个孕育于南国阳光和阴岛春风的美丽少女 历经权力的暗潮和诡决的争斗 终将整个江湖拯救于滔天战火之中 她就是日本近代史上 举足轻重的传奇女子赌� 接下来的故事是关于她48年历经幕府变故 混杂着爱与眼泪,交织着痛与笑意的一生 这天阿信的丈夫担任岛金家金和全分支家主的中刚 正在和萨摩藩重臣世家 甘富家的当家奸善 等待着长期住在江户的岛金家长子 齐冰大人的第一次回乡 这次与齐冰前来的还有负责财政的调索大人 因为齐冰和中刚曾一起在江户生活过 两人关系很是亲密 简单的寒暄过后,中刚便邀请齐冰 观赏起自己特意安排的武士表演 只是当时的萨摩藩正被高达500万两借款的偿还所困 中刚的娱乐节目自然引起了调索大人的不满 言语暗示让中刚去压榨领民 多多征收赋税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齐冰拿出了自己在江户 为中刚即将出世的孩子请的女孩护服 说有三个儿子的他应该再有一个女孩 又拿出男孩的护服给了尖扇 这番心意和关注让两人感恩戴德 怀着对齐冰的满心敬意收了下来 中刚还因为家中男孩陷入 想要一个强壮的男孩 把尖扇的男孩护服偷偷换了过来 这年十月干父家的第三个孩子诞生 取名圣五郎 尖扇把护服放到了墙宝之中 祈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而童年两个月后 在罕见的雪天里 中刚家也迎来了第一个小女孩 出于对她幸福人生的愿景 中刚将她取名渔衣 也如奸扇一般在她的墙宝里塞入了护服 以求神明的眷顾 但此刻没有人知道 日后这对护服会成为两个孩子命运的牵绊 小渔衣两岁时长成了可爱的丸子 在海边奔跑兮兮的她 看到了美国的商船莫里森豪 在她家附近的山川港停靠 对方以护送日本漂流名为借口 想打开和日本的通商关系 但当时日本闭关锁国 保民们对此极其抵触 就是这样紧张的局势下 小渔衣穿出了脆弱的防线 她躲过官兵的阻拦 又带着友好的微笑 送给了洋人自己手中那枚小小的贝壳 这一行为气得负责海关的武士 直接名炮示威 让洋人知难而退 但发生的种种 却对小渔衣今后的人生 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随着小渔衣浸润的幸福的成长 萨摩帆的财政改革也还在继续 人民的生活也愈发艰难 在她六岁这年 吊索大人上门拜访 表示她家是岛金家同族四家中 款项上交最少的一家 要求中刚追加三千两的税金 虽然年幼的小渔衣 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但心中隐约觉得 对方说的不是好事 便愤怒地把手中的玩具 摔在地上 以表示自己莫名的不满 但吊索不光没有不愿 反而帮她捡起了玩具 吊索拍了拍小渔衣的肩膀 竟然对她露出带着些许欣赏的笑意 无奈接受安排的中刚带着家人 娶了金河全乡领地下的盐本村 告知村民今后三年俸禄减半 面对村民们的叫苦不爹 她只能道歉 村民们也只能接受眼前无力抵抗的事实 而与此同时 小渔衣还无忧无虑地在海边尽情地奔跑玩耍 女管家举本急得满头大汗 一边让下人们赶紧把她拉回来 一边斥责小渔衣的野蛮行为 小渔衣气鼓鼓地把捡来的小螃蟹塞到举本手中 吓得对方大惊失色便露出笑意 撒着欢跑开 在和仆人们的追逐中 她躲到一处房间 回过头发现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子 竟然向他缓缓伸出了手 小渔衣慢慢地靠近男人 被赶来的举本制止 不准他同男人接触 他立声吩咐下人给男人水喝 看着男人连喝口水都感恩戴德 渔衣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心痛的感觉 对所谓的阶层也产生了困惑 这天晚上起他拒绝吃饭 两天后引起了中刚的注意 招他谈话询问原因 他问为什么自己可以吃饭 萌衣们却怎么劳作都吃不上饭 中刚哑口无言 只能含乎其词地告诉渔衣 是因为他出生在武家 渔衣的困惑没有得到解答 他不满地离开 可他的话却在阿信心里掀起了波澜 阿信带他去到农民劳作的田间 告诉他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作用 无论是巫师还是农民 生命的价值没有区别 只是各自的责任不尽相同 说吧阿信又对渔衣的善心表示理解 告诉他身为五家女儿 要随时有足够的精神扛起责任 不能饿着肚子 见这番话对渔衣起了作用 阿信顺势叫人拿来饭团给渔衣 吃着农民用心血种出的米 初次凯受到责任儿子的他 不禁为这份沉重落下了眼泪 也就是这晚他给父亲写了道歉信 有得忠高连连感慨 他要是南海必定大有座位 殊不知身为女子 林立的渔衣也有着与男子比肩的未来 时光飞逝 五年后的江湖城内 骑兵和骑父骑兴正在面前 德川家第十二代将军贾庆 贾庆安排两人流球方面的事务 并认为此前正是因为萨摩管理不严 才会出现莫里森豪等外国船只 来寻求交易的情况 正在这时 嘉庆的儿子家祥闯了进来 他随手将积木扔在地上 命令二人试试 骑兵觉得有时体面想要婉拒 骑兵却不顾父亲的劝阻 捡了起来轻松复原 引来了嘉庆的夸奖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吃傻的男子 在日后竟然给了鱼衣生命中 如昙花般绝美却短暂的爱情 其温馨与浪漫 曾让无数观众为之落泪 他们的相识相遇 与赌迹的命运缓缓相扣 亦是赌迹传奇人生里 极为惊艳的一笔 回到故事里 因为为嘉庆复原积木 骑兵的臣服和气度 也引起了一旁幕府老钟阿布的注意 特地在会面后 单独命骑兵前往萨摩 调查齐心和调索二人 在琉球方面所做的 脱离朝廷管控的行为 骑兵因此回到家里试探父亲 见父亲失口否认 表示自己和回领地 好好调查一番 便起身离去 殊不知调索和齐心 早就对此想好了对策 而另一边萨摩帆的课堂上 于一的三哥钟晋 正在和尚武王讨论 最近听到的 法国军舰靠岸的传闻 上前教训钟晋的夫子亲友 这才发现班上多了一个 与众男子装扮不同的学生 看着于一煞又介事地 介绍自己的男子身份 钟晋顿感颜面扫地 急得抓耳脑腮 尚武郎惊诧地喊声 引得课堂一片哗然 于一也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收场 不过慌乱之中 他倒也没忘 捡起自己掉落的护肤 看见自己的同款护肤 出现在了一个少女身上 尚武郎对这个 不寻常的女子更加好奇 面对亲友的询问 坚持撒谎的于一 却因记错了自己的新名字 彻底露线 只能心虚地进了身 好在亲友并没有怪罪他 课后还与三人讨论 其中心课上谈闹的事件 说外国船只出没 是为了打开贸易往来 于一立马联系到了历史事件 其聪慧让亲友很是欣赏 还让两位男子让于一学习 也就是这时 几人看到了探头探脑的 亲友妹妹阿静 只是如今的他们 还不知道这位女子未来 会与她们有很深的渊源 从学堂出来的中间 到处寻找于一 杨烟要教训这个 给自己谋修的妹妹 不要甩开她乱跑 都是于一的恶作剧 为的是让中间 因为看管不严 受到父亲训解 惧怕父亲的周景 无奈拉上了尚武郎 做工具人 两人被训时 于一换回了女子的装扮 来通报甘腹家中 吓人寻找尚武郎 尚武郎惊艳得挪不开眼 连回个话都感到语无伦次 自然也没有注意到 于一小狐狸般皎洁的微笑 面对古灵精怪的于一 尚武郎显然成了复读机 两人坐下后 没下两步棋 他就慌忙掏出了怀里的护服 告诉于一 他有和自己一样的 于一拿出来一看真是如此 当即感慨 两人真的很有缘分 于一哈哈大笑 尚武郎却满脸尴尬 在两人这般相识相知里 时间如流水一般 又逝去了将近一年 此间骑兵大人回到撒摩 却因为吊索的周密安排 查无所获 煞鱼而归的他 还带走青线为之效力 于一依然喜欢 无忧无虑地在海边玩耍 中刚也依然被 三千两的附水伤透脑筋 这天于一一回到家 就发现被上级压迫 下令推进财政改革的父亲 赢得村民们尚书请愿 给大家留下活路 于一心疼父亲的不义 可吊索不如他那般体谅 只觉得是中刚疏于管理 才给了百姓们 闲功夫想多想吸 而造成如今的局面 最拿出陈主其心的命令 以退位超家为威胁 持续给中刚施压 中刚因此闭门不出 献出家宝和一处家宅 并将长子久敬 献作养子以求赦免 偷偷看着一脸憔悴的父亲 怒从心底起的鱼衣 跑出家门 直奔吊索大人的府邸 陆遇尚武郎看他神色严肃 也担忧地与他同行 结果鱼衣跑到吊索门外 大声为父亲和百姓陈情 两人因此被几个家谱 扭送到了吊索面前 吊索没有批评二人 但二人拿出大枣给他们品尝 坦言两人所谓好吃的果子 是琉球自清国走私的货物 经得尚武郎险些喷了出来 吊索告诉二人 自己冒着被斩首的危险 做朝廷禁止的事情 是为了萨姆的生存 像百姓施压强在难题给中纲 也是自己的责任所在 便让二人回去 鱼衣担心自己前来的事会被泄露 在得到调所保证 说彼此交换了秘密 不会告诉他的父亲 也不会有影响 才放心离开 鱼衣心中困惑 所谓对错的标准 但又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明白 怀着这样的信念 他再次开朗起来 拿出自己偷偷带出的枣子 给上五郎 不想对方也默契地 给自己偷带了些 俩人吃着枣子 看着辽阔的大海 心中都产生了了解 更广阔世界的欲望 这是鱼衣家中下人 前来寻找鱼衣 看着大家气喘吁吁地 追逐着这个小青龄班的女孩子 尚五郎心里满是欢喜 好似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虽然调所没有对二人惩戒刁难 但鱼衣的行为 对父亲并没有帮助 还是中纲长时间 闭门思过的优良态度 得到了陈主认可 是全家暂时摆脱了抄家危机 看着全家少侠都在观摩 刚刚出关 昏昏欲睡的父亲刮胡子 鱼衣觉得很是滑稽 显显笑出了声 中静却将他拉到一旁 说自己从上五郎处 得知了两人去吊索家的事 但吊索是父亲的仇人 自己要找父亲告状 鱼衣故意威严耸听 而常规数日的中纲 也适时困得倒了过去 当中静心存顾虑 暂时化解了危机 恰巧出队友尚五郎来找中静 鱼衣气鼓鼓地抢先一步 前去会客 尚五郎被怒目连针的鱼衣 吓得连连后腿 只说两人路上被人看到 告诉中静 在其逼问下 自己才不知不觉说出了口 尚五郎没扛住鱼衣的压力 后方跪地道歉 但鱼衣只在意 走私的事是否泄密 在得到否认后 两人鬼鬼祟祟去了礼物 尚五郎为突如其来的小甜蜜欣喜 鱼衣却只惦记刚刚中静说的 吊锁是仇人的话 尚五郎表示 该附加也把吊锁视为仇敌 并因此透露了 传闻吊锁制造假逼的事情 不带二人细细分析 之前代表村民尚书请愿的吉支柱 听完了请愿书给中刚制造的麻烦 特地前来道歉 两人也跟着躲到一旁傻看情况 尽管看着吉支柱家部门都很愤恨 宽厚的中刚却表示了理解 只让吉支柱用这份维护民众的心意 好好续工作 不料中静提着木棍冲了出来 为父亲出气 朝吉支柱的肩颈 就是两下将其达到在地 可他没有丝毫罢休之意 还想继续动手 差点伤了冲上去阻拦的余音 见对方失控 吉支柱也不再忍耐 在中静发起下雨林攻势时 展示出了超高的剑鼠 夺过了木棍 向余一致谢后便告辞离去 尚武郎看在眼里 很是为其剑鼠折服 面对心爱女孩的嫌弃 尚武郎为自己的不足 懊恼的叹了火气 与此同时 吊锁的走私和造弊的动作 已经被骑兵掌握了证据交给拉布 拉布准备让齐心退位并处置吊锁 不过高尖舔血的两人也对此有预感 虽然表彰吊锁对借款偿还所做的帮助 但齐心对事情败露深谈忧虑 吊锁则则保证如果东窗事发 承担一切罪责是他应尽的责任 说起责任 吊锁想起余音面见他时 谈及过对责任的看法 面上不禁露出欣赏的笑意 而因为受到云一调侃 尚无狼决心练习剑术 正欲施展却发现极之柱等人正在训练 他找些口直走下人 想找极之柱练练手 极之柱却说自己有伤在身 让站立低自己一级的震柱迎战 然而是如此 尚无狼也没过半招 并被打倒在地 痛得哇哇叫 正好这时 震柱父亲来检查训练 发现地上的尚无狼石 瞬间变了脸色 连忙将其扶起 众人这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纷纷赶到大获临头 尚无狼被带到郑柱家里处理伤处 面对众人的跪地道歉 尚无狼没有丝毫生气 只对剑术表示佩服 恳请能让自己学习 众人被尚无狼的诚心打动 抛弃了身份的限制 允许他继续学习剑术 还留下他吃晚饭 尚无狼因此发现 百姓都希望日后骑兵尚未改善民生 还意外得知 这场成主继承人的权力抖争中 齐心的侧是游罗夫人 为了让儿子宗教当领主 和调索暗中勾结 给骑兵及其子嗣下咒的传闻 可就在这个传闻 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连诗三子的骑兵 居然真的在此痛失了 年仅四岁的次子 这个切实太狠了 为了自己儿子尚未 竟然对着全家施展恶毒咒术 让家中幼儿接连丧命不说 连自己都不放过 这一消息传到了鱼衣家中 鱼衣在偷听父母讨论 调索和尤罗夫人的诅咒时 意外收到调索请他会面的信函 他忐忑不安地找到尚无狼 想让他陪听前往 尚无狼却因为下咒的传闻 表示自己打死也不愿同行 但还是放心不下自家小可爱跟了过去 调索说自己收到召见 离行前想见鱼衣 他丝毫不掩饰对鱼衣的欣赏和喜爱 鱼衣也直言不会问他是否参与下咒 调索态度坚决说自己并不知情 并送给了鱼衣最后一枚尾币 说有机会再次和鱼衣促息常谈 但这一面却是永别 面对盘问 调索否认了种种罪行 但回到家中就留下一封 将所有罪责担下的遗书福度自尽 得知望年交离世 鱼衣非常难过 他拿出那枚尾币就往调索家奔去 看着调索家被封的家门 他难以接受自己是做偶像的大人 又取下发簪一起埋葬 没了调索 邮罗夫人的恶毒诅咒还在继续 在他谋害了年仅两岁的骑兵四次后 反而引发了骚乱 不仅老公齐心因此退位 他最恨的骑兵还登上了宝座 纯纯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大动作 好奇宝宝于一一找到尚武郎科普实事 谈计交他欠属的大酒宝一家 在骚乱中受到牵连 这才发现尚武郎还有优点 尚武郎被心上人夸得很不好意思 被御医说自己从他们一家处 学到了很多自己身份学不到的东西 惹得御医再次露出了招牌小狐狸笑 顺走了家里最肥的鲤鱼 跟着尚武郎去鼓励了大酒宝一家 这头媳妇都要跟人跑了 全聚最帅的吃蛋帅哥家祥 还在参加骑兵的就职典礼 但这一天他突然发问 萨摩离江湖有多远 并对着骑兵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一番话后 家祥又恢复了吃茶的状态 还因为把豆子丢到了脸上 痛到傲哭 看着家祥气急败坏地离开 骑兵的心中就和我们一样有了推断 因为此前跟着尚武郎 结识了大酒宝一家 于衣趁着父亲设宴庆祝骑兵上尾 再次顺走了家里的肥鱼美酒 上门庆祝大酒宝一家得解放 看着好奇宝宝对别人家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尚武郎满脑子情情爱爱 于衣却因为大酒宝家女眷们 为了贴补家用而做团善 决心帮助 她找到夫人恳请她收下簪子 却不想夫人直接跪地拒绝 夫人感谢于衣对自家的体恤 但挺直的几倍 生命自家并非乞丐 家中再困难也有气节 于衣含着眼泪跟尚武郎离开 郑柱追了出来 她为母亲道歉并感谢于衣 保证自己会为两人赴汤蹈火 即真诚让于衣很受感动 于衣回到家就撞上了气呼呼的举本 她被带到母亲房中 对母亲的质问表示无话可说 只哭着问母亲什么是气节 说自己伤害了别人的气节 母亲的话让于衣豁然开朗 她突然很高兴起身在萨摩 有母亲和大酒宝夫人 甚至是举本一样的优秀女子 而她也决心成长为那样的人 居然被于衣夸到云里雾里 不过也欣慰自家小姐的成长 数日后她更是看见于衣正在破天荒的嬷嬷 她激动地和夫人分享这千年罕见的大事 说于衣终于有了小姐样子正在练习书道 一折回去要于衣给自己看看佳作 不料于衣全门不吭声 无自低头摆弄 此时欢快乱窜的于衣浑然意识不到 因为父亲和骑冰的一场谈话 让骑冰对她分外感兴趣 而她的命运也要因此悄然改变了 云衣在这头玩得不亦乐乎 上午狼却满腹心事 样样不乐 云衣问及原由 她说昨晚在大酒保家 众人因为骑冰上位后 不仅没有成熟先前反对她的人 还没有赦免先前拥护她的人 而郑珠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一家人纷纷拜托她帮忙打听情况 两人和解之下 找到在骑冰手下办事的清游 清游还特地请妹妹来招待焚香 在体验了一波职业大师的香道之后 清游却简单表示只需相信骑冰 云衣无法信服这样的解释 却被呵斥女孩子不要干政 但她说出心中所想的自信 让阿静羡慕 为了鼓励阿静也自信起来 云衣让她教自己香道 养个女孩的缘分就从这里开始了 虽然循卫未果 但当晚事情就有了转机 中刚兴奋地告知 其女单主骑冰上位召见四家 连女卷都可以破格会面 因为素来听闻骑冰的优秀 这对于云衣来说 无异于偶像见面会 云衣因此非常兴奋 日本也拼尽全力 给云衣挑选衣物 想让云衣艳压群芳 表个金龟试回来 父亲更是上网上线 亲自每日交售云衣说话行李 看父亲一会儿学着女子姿势 一会儿角色扮演 云衣狂笑出声 后父亲偏要见云衣扭连起来 才更满意 可惜等到见面时 云衣还是功亏一篑 说话中气十足如男子一般不说 问其爱好其他女子都说花道 云衣却说爱看神书 还有亲友在一旁神助攻 说他女扮男装听过他的课 让本就对其经验的骑冰刮目相看 简单的问安后 骑冰起身离去 云衣顿时放松了下来 云衣慌张张张把父亲每日训练自己的事抖了出来 更是完全暴露了活泼调皮的本性 抖得骑冰很是欢喜 云衣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抓住好不容易的见面机会 帮大酒保父亲等人成情 骑冰得这情况云诺一定会赦免 可云衣又不怕死地追问骑冰 为何众目其心的旧城 还不赦免自己人 认为骑冰所为是出于对其心旧势力的忌惮 骑冰正色起来告诉云衣自己不想拉仇恨 制造无止境的争端 而会采取人爱政策去拢人心 骑冰的话让云衣困惑而惶恐 他心事重重地回到家中 正好遇到来拜访的尚武郎 连忙挥动小手招呼他私聊 尚武郎虽为大酒保一家高兴 更惊叹于云衣什么话都敢说的勇气 云衣表示自己也担心话说的网撞 让骑冰生气可能会改变主意 回想着骑冰生气的面容更是心虚 而尚武郎则安慰云衣 让他如亲友所说那样相信骑冰 云衣为尚武郎的夸奖有些羞难 尚武郎则兴奋地冲去大酒保家报喜 可数日后中刚果然面色不善地 叫阿信把云衣给叫来 向主君提问已是不尽 在女子不能问真的年代 云衣指点证实更是违背轮常 不请中刚为此勃然大怒 见女儿有悔过之意 中刚也不再责怪 告诉他服罪的人已经得到赦免 云衣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对骑冰也放下了细小的质疑 由衷地钦佩起来 或许男人都对于中不同的女子感兴趣 此刻的骑冰也在回味云衣 出身牛肚不怕火的样子 知道云衣喜欢史书 骑冰特意给他送了一套日本外食 得到骑冰认可 云衣得意洋洋起来 让父亲不要再说女子不准读史书的话 虽然表面不苟言笑 但私下里中刚夫妻二人都为于衣 能读到骑冰的重视感到非常开心 殊不知这份青睐能够彻底颠覆于衣的一生 就在于衣美滋滋看史书的第二天 父亲中刚气喘吁吁地回来 对着妻子连连感慨大事不妙 说宗教的儿子又静 看上了于衣向家里提亲 宗教此人就是游罗夫人的儿子 此前游罗夫人和骑冰展开继位之争 就是为了此人 虽然他本人当时没有参与 可毕竟是游罗夫人一派的关键人物 宇战在骑冰这边的中刚一家 离场截然对立 如果和他家结亲 中刚家就会成为骑冰一派的叛徒 虽然如今骑冰已经继位 但斗争并没有平息 游罗夫人和骑冰的势力依旧活跃 中刚回想起宗教找自己提亲时 说这桩亲事可以作为连接两派的桥梁 使家族团结一心时的危险验身 很难不怀疑对方不安好心 便开始思考解决难题的对策 这些话尽数被余翼的三哥中进停止 看热闹不嫌势大的他 转头就告诉了尚武郎 尚武郎内心慌得要命 但他以为中进并不知道他的心思 极力装作镇静和中进的讨论 中进说若想避免这门亲事 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嫁给骑冰做歉 中进让尚武郎不要和余翼提起死时 但尚武郎却因为中进的话陷入了沉思 那他是否又会成为中进所说的那个人 勇敢向余翼提亲呢 可贼批的姐妹们先别慌 看断男主马尚武郎如何先下手为强 满腹心事的尚武郎照例找余翼下棋 吓到一半突然问他 如果有人向他提亲怎么办 见余翼紧张起来 他慌忙解释这个问题 只是他扰乱余翼心神的战术 余翼则无奈笑笑告诉他 自己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时候到了自然会考虑 这样的回答让尚武郎的心混杂着安心与失望 沉入了深不见底的大海 阿兴是重重的走到了大酒宝家 今天正好是吉志度冰青的日子 阿兴不在焉的恭喜引起了两人注意 得知缘由后两人立刻怀生情感大事 尚武郎因为自家身份要定于一家一等 担心婚事无望 俩人不认可他这样犹豫不决的态度 说尚武郎不计较身份和他们交往时 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鼓励他去捅鱼衣表明心意并提亲 受到鼓舞的尚武郎跑到鱼衣家门口 但很快又泄了气 转头去了亲游家寻求建议 这欲开口却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鱼衣吓了一跳 原来在美国学习了西洋航海技术的万次郎 收摇前来拜访亲游 他和少男少女们谈起美国的事 说到美国尊重女子处处女士悠险 连婚嫁都是遵守女子本人意愿 于一和尚武郎心中都因此起了波澜 但走在回家的路上 于一却不似往常那般因为吸取新事物 眼里闪闪发光 反而有些低落地说日本和美国很不一样 两人同时开口 不同的是尚武郎准备表白 于一说的却是自己得知了有人提亲的事 他想让尚武郎陪他一起去看看提亲对象 说自己想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尚武郎似乎永远都没有办法拒绝他的小公主 他不情不愿地跟着于一去看了又进练习摄影 那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男子 精通摄影又为人谦逊 可此时探头探脑的于一浑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尚武郎 眼里满失心酸 尚武郎的醋坛子终于在听到于一夸赞对方不错 让他有些放心的时候被打翻了 于一小跑上前拦住尚武郎 他不明白尚武郎的心意 自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幼稚 无视日本女子根本没有资格自由选择父亲的事实 他撅着嘴准备离开 却被尚武郎叫住 问他中医的男子是什么样子的 原本困惑的于一看着远处的阴导 眼神逐渐清明起来 回到家的于一找到母亲 说自己却偷偷看了又进 评价她温文尔雅玉树临风 并问母亲如果撤门侵蚀是骑兵的质疑 自己是否无法拒绝 于一好奇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是否如此 母亲笑着点头 但告诉她中刚并非一开始就是第一 而是在两人心灵逐渐接近之后 才成为自己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所以又进也有几率成为于一的那个人 但对此刻的于一来说 不管是或者否 如果没有说不的权利 她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 与此同时尚武郎不停练习剑鼠 直至夜色降临 她心中一遍遍地问自己 是否能够成为日本第一的男子 在泼了自己无数盆冷水之后 她终于下定的决心 深夜灯笼拜访中刚 为自己的冒昧到来道歉后 尚武郎拿出了此生最大的勇气 中刚被惊得缓不过神 问尚武郎这是否是在提亲的意思 在得到其肯定后 又问起对方家里的意见 尚武郎说父亲答应会举家支持 伦迪低位的他家本应该正式说明 可自己怕被人杰足先登 才深夜前来 尚武郎扪心自问 自己并没有自信成为那样的人 可他有成为那样人的决心 并会为之努力 尚武郎的决心让中刚红了眼眶 一咬牙一狠心 余诺不管是不是骑兵的旨意 自己都愿意为此 违绝了那门侵蚀 尚武郎感恩戴德 只求中刚能暂时对我以保密 次日中刚收到了骑兵的宣件 一上来就一阵言辞拒绝的他 发现骑兵对右镜提亲一事 毫不知情 这个本以为看不出去的小姐 竟在一日之内连连接到提亲 就连霸道老总裁都看上了他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骑兵要将余语设为养女 这意味着一个分工私家的小姐 会直接晋升为岛晶总部的公主 走后范围也会从萨摩 扩大到全日本大名家 面对着想都不敢想的荣耀 中刚果断应了下来 余语本人却非常困惑 不知道骑兵为什么会看重自己 自然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就这样因为恍惚着 站上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而无法入睡 与此同时同样难以入睡的 还有忘记某件事的某人 中刚大半夜爬起来去换衣服 在甘赋家门口等了大半夜 在第二天一早找到尚武郎连连道歉 告诉他因为此时难得 自己当即答应了下来 把尚武郎的嘱托给忘了 在父亲祝贺里尚武郎失了神 被父亲推丧才回过神来 让中刚把提亲一事当作秘密 说自己不想成为渔医的负担 多只能试探当天尚武郎 还是在练剑时 将所有的伤口和不甘都化成汗水 就在渔医家举行隆重的庆祝里 请和渔医成为杨女士 见众人真诚地为自己道喜 他怀着感激的笑意 心里却乱成了一团乱麻 也就是这天开始 举本变得失魂落魄 心事重重 这般模样的还有尚武郎 到处乱逛的他 备受骑兵安排建设西市炮台的万次郎撞见 在听万次郎弹击骑兵时 尚武郎变了脸色 这是阿静来给万次郎送饭 这才得知尚武郎喜欢渔医的事 两人都鼓励尚武郎至少要表达心意 但尚武郎坚持自己不能做让渔医困惑的事 万次郎却告诉他 人的想法和心都是自由的 如果连心意都不敢表达 无异于失去了最宝贵的自我 于是尚武郎走在渔医家门口徘徊 本想放弃 却被路过的中镜拉了进去 俩人又如往日一般下棋 面对尚武郎对自己的祝贺 渔医说出了心中的困惑 渔医说大家都说这是天大的喜事 可他在乎的是骑兵的目的 和自己对骑兵的价值 尚武郎建议他不如直接去问问骑兵 让找到出路的渔医又再次开怀起来 可是他的笑容很快僵在了脸上 渔医发现自己居然第一次输给了尚武郎 渔医开始收拾棋子 尚武郎本人如他的棋艺一般有了成长 可这一切似乎还是来得太晚 最终尚武郎还是没有将自己的心意 跟之于口 因为尚武郎的建议 渔医提出要见骑兵 询问他收养自己的缘由 父亲和哥哥们都觉得他不知好歹 但是阿信却能理解女儿的心情 说两人之后也会成为妇女 渔医也没有什么不妥 妇女二字触动了中刚 或许是想到女儿即将离开 看着渔医哀求的眼神 他还是松了口 渔医因此很感谢尚武郎 给他送了难得的美酒加酿 尚武郎高兴的说自己可以带去 参加吉之助的婚礼 渔医便让他也带为祝贺 但婚礼那天美酒都进了尚武郎的肚子 哥德兰区的他祝贺吉之助 却在被问起和渔医的事时难过起来 醉醺醺的说渔医要去很远的地方 那是自己的手永远也摸不到的地方 说完这话他走到门边 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渔医本就是他连心气都不敢表露的月亮 如今月亮愈发高悬月空 生动了少年的心意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 渔医换上华服前去会面 他想让菊本和他同去 却罕见的被菊本以身体不好拒绝 他同菊本道别时 菊本也不似寻常送他出门那般 眼含泪水抚摸了他的脸庞 看着酵子离开家中 菊本和阿信说渔医已经长大 自己也应该告老退休 又看着远区的队伍朝着渔医离开的方向 沉重而决然的拘了一躬 渔医终于见到了奇兵 奇兵预料到了他的不失所措 也放肆早已知晓他会问的问题 奇兵说自己被人们称为深不可测之人 说自己在权力的斗争中失去了五个儿子 父亲不墓兄弟不和 感叹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而自己面对帅子的渔医时 能让他放下戒心得到休息 接着他又告诉渔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母亲很像 善良 聪慧 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男子气魄 这番回答终于让渔医安心 也看到了奇兵柔软的一面 他的眼神也随之坚定起来 过激一事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安排 变成了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他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 告知父母自己的决定 却突然传来了如祖母般般 让他长大的局本自尽的消息 局本的死让渔医深受打击 素来重感情的父亲却态度冷漠 还随意将局本的遗体发落回家 说局本的血玷污了房子 要受到和罪人同等的对待 父亲的冷漠让渔医带着不解迟迟无法入睡 阿兴来看望他 告诉了他在局本留下的遗书里 说有身份低下的如母 会是渔医作为公主的污点 所以用自尽的方式在家族中除名 抹消自己的存在 说罢阿兴给了他一尊菩萨像 让他难过的时候就拜拜 也希望这个神像保佑局本立地成佛 渔医和尚武郎诉说心事 表示无法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要他忘记融入骨穴的人 尚武郎却愤怒地说渔医根本不明白 为他着想的人的心情和决心 按照局本的心意把思念放在心里 积极地活下去才是他唯一能做的 尚武郎从来没有驯过渔医 但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局本愿意为渔医牺牲的决心 他也不禁掉下了眼泪 好在渔医因为他的话有所触动 加之这晚他恍然间看到了局本 对他说无论他去哪里都会一直守护他 让他彻底明白了局本的真心 时值美国为了寻求通商派来了军舰 政治状况也随之陷入了一片混乱 齐兵为了自己的一个目的 决定尽早把渔医接近城里 不善言辞的父亲因为不舍 反而开始变得冷淡 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一直持续到渔医走的前夜 这晚家里举办了简单的送别宴 尚武郎也送来自家的贺礼 准备告退的他被中刚留下吃饭 还让他最后一次和渔医对弈 一局齐下完两人不分伯仲 各自收起黑白椅子 仿佛意味着人生的岔路 渔医在送尚武郎离开时 取下了簪子让他转交给阿进 又准备去房间拿书送给尚武郎 但尚武郎却问他要了护身符作为礼物 并作为交换把自己的给了渔医 原本属于对方的护身符 就这样回到了各自的手里 好似两人如相交线般的短暂交集 上武郎远不如表面的洒脱 他江户身符紧紧钻在手中泪如雨下 渔医在第二天叩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在众人的送别的目光里 含着眼泪 在唯一一名自家侍女至哪的陪伴下 进入了贺丸城 等待齐斌从江户回来再做安排 赞由老女广川党人在他身边侍奉 并教他本家女儿应该有的礼仪规矩 渔医想去看看 却被广川喝止说怕他摔倒 哲回来想吃块糕点 却不小心弄到了地上 他连连感叹可惜的样子 引的是你们偷笑 也让广川为他的粗鲁十分忧心 渔医在众人的簇拥下坐了一下午 再也忍受不住急吼吼的要上厕所 却因为只要致买陪伴引发了闹剧 这让被感受到嘲笑和嫌弃 自由也被限制的渔医非常委屈 只想赶紧跑跑回到家里去 自从成了公主 渔医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堆人跟着看着 随便一个小举动也要被一堆人看笑话 每天什么也不想干 只对着菩萨像思念自己的家人 见他每晚失眠打不起精神来 广川等人都很手足无措 找了各种方法逗他开心 这天无意间提起相当 渔医来了兴致点名要召见阿进进程 阿进从渔医家里要了阿兴的书信 又去尚武郎那里问他是否有话要说 尚武郎只让渔医保重并让阿进转达 大酒宝被释放的好消息 这些让渔医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阿进没有多说给了渔医阿兴的信 并表示只要他需要自己都会再来 阿兴在信里对渔医发生的一切 都有所预料 安慰渔医让他尽心尽力即可 还附上了举本特意留给渔医的遗书 举本也说遇到困难不要退缩继续面对 这才是抚育他的举本最后的愿望 渔医读着举本的绝笔哭了起来 却因此引来了广川的呵斥 说自己伺候过无数夫人小姐 就没有见过像渔医这样令人头痛的人 还抢着要看渔医的信件 渔医却因为母亲和举本的嘱托 找到了力量硬气起来 渔医受到鼓舞终于打起了精神 开始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下定决心成为优秀的公主 而此时骑兵特地为他 从京都禁为福利请来的吉党 也拔山涉水到了贺完成担任下榜女 渔医作为本家公主的特训也就此展开 击倒其人见识广播 精通个门艺术 还是骑兵已经亡过的姐姐预计的贴身臂女 对于医的要求自然非常繁多 无论是语调还是坐姿 甚至是口言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就连所谓的休息都是长刀训练 渔医很不喜欢严厉的击倒 连少看他一眼都觉得身心舒畅 吉党也在数日后 被从江户归来的骑兵问起事 说自己从没见过这么任性的人 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要选他为公主 正在这时鱼翼听闻骑兵回来 欢天喜地地赶来问候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骑兵也在简单地关心后 给鱼翼取了作为公主的新名字独子 七月的时候传来了德川幕府 第十二代将军嘉庆猝死的消息 骑兵立刻叫来吉党 表明自己让他训练赌鸡的目的 是为了让赌鸡嫁进德川将军家 成为下代将军嘉祥的寓所台 也就是正式夫人 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将他的诠释 从萨摩藩伸向朝廷内部 骑兵表示眼下嘉祥继位在即 让吉党抓紧对赌鸡的训练 从而尽快促成这门婚事 得知真相的吉党 也放下对赌鸡的不看好 而更加用心地培养他 可无论是从用快行礼到弹琴击鼓 甚至是休息书道 身为本家公主的意识 急倒见状 建议骑兵团他坦白御所台意识 让他明白自己所背负的责任和未来 骑兵认为如今坦白为时过早 也不想给赌鸡太大负担 却因为一段时间后 德川幕府频频传来各大名家 向将军嘉祥提亲的消息 赌鸡却没有丝毫进展 骑兵终于下定决心 直截了当地告诉赌鸡 是为了让他成为御所台才训练他 让他用心学习后便起身离开 却不料一切对赌鸡来说太过突然 如海上孤舟一般迷茫不安 他开始愈发思念母亲 也变得更加心不在焉 终于在晚上换上侍女衣服 准备偷跑回家 却被击倒撞见 事情很快传到骑兵耳中 他却很理解赌鸡的心情 让他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跟自己谈谈 赌鸡却提出让骑兵和自己对弈 骑兵用超乎寻常的果断坦白 告诉赌鸡日本因为美国人寻求交易 被迫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面对危机 但朝中之人目光轮起 自己想要改变日本 就必须把手伸向位高权重的将军之架 逢内部下手 赌鸡见骑兵再说这些坏事 手中骑子依旧公事零 毫无慌张之意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反而彻底冷静一下 在骑兵的请求下坚定的眼神 赌鸡有些害羞地问起结婚的对象 问那是一个怎样的人 骑兵却让他自己去 没有说起家乡吃傻的问题 因为他记得家乡的人 相信他绝非如同众人所看到的 击倒经过赌鸡和骑兵的对异 发现他确实有点东西在身上 决心拿出看家本领培养他 赌鸡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学习也变得用心过程也愉快起来 向于一坦白后 骑兵将预所台一式告诉了中刚 中刚夫妻得知女儿越飞越高 激动之鱼也非常不舍 阿信回想起那个奇幻的梦 第一回把这个梦告诉了中刚 夫妻俩都感叹女儿也许只是 老天暂时交给自家养育的 偷听能手忠敬把这件事告诉了上武郎 在等级森严的年代 两人之间的差距愈发遥远 令上武郎非常难过 令上武郎非常难过 上武郎看着远处的鹰党 回忆起和赌鸡最后的会面 突然很想看看心间的女孩 以后生活和触及的地方 于是鼓起勇气找到青游 表明自己想到江户去看看 请求青游帮他获得城主的准许 骑兵因此会见上武郎 一番关于时政的讨论后 上武郎问起大酒保父亲何时被赦免 骑兵记得赌鸡也曾提起这件事 由此从青游口中 得知上武郎与赌鸡以前交往身后 上武郎也拿出骑兵所赠的护符 和骑兵分享了自己和赌鸡的渊源 上武郎说自己现在只在心里 默默祈求公主能够幸福 骑兵见他对赌鸡情谊深厚 霍格命人把赌鸡叫来见面 让得知消息的赌鸡兴奋不已 在赌鸡的请求下 骑兵答应让两人对异一举 还故意把旁人置开 给了两人片刻的独处时光 还让几岛觉得很不妥当 上武郎祝贺赌鸡终于原梦 可以成为日本第一男人的妻子 赌鸡却有些自我怀疑 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 上武郎一如既往的温身安慰 肯定赌鸡说他一定能醒 赌鸡笑着说听他这么一说 自己也觉得能醒了 公主的气度和决心 仿佛在提醒上武郎两人的差距 她哽咽着 带着满心的钦佩和爱意 同上时的欢喜深深行礼质疑 而赌鸡起成江户 和萨摩众人彻底离别的日子 也就这样悄然而知 为了庆贺他的离开举行了宴会 中刚一家和甘父一家也在受邀之列 看着敬爱的父母在会面时 同自己毕恭毕敬的心理 自己却只能身居尚未采用疏远的称呼 赌鸡愈发失望起来 在之后的会面中也变得心不在焉 轮到上武郎会面时 他看出了赌鸡的心事 再送上了大酒保母亲 亲手为赌鸡求的平安符后 郑重地对赌鸡立下了诺言 因为赌鸡气不成声 吉岛只能终止了会面 齐斌看他的样子也很心疼 在宴会结束后问他是否要见见父母 却被赌鸡已见面之后会更加不舍回绝 齐斌没有多问 但还是在启程的前一天 叫来了赌鸡的家人 让他们单独相处两个时辰 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 叫父亲母亲还有兄长 和他们亲切的谈话相处 告诉他们不管自己去到哪里 都是他们的孩子 赌鸡因此变得开怀起来 安下心准备出发 他的父亲身体却在这天回家后病倒 但为了不让赌鸡担心 在第二天得知赌鸡起程路过金河全时 他还是强撑着爬了起来 打起精神柜在路边送他离开 上午郎也看着他离开的轿子泪如雨下 被正柱和急支柱拉上跟了上去 却发现队伍走向了那片能看到阴导的小小身份 上午郎和两人追了上去 那是长久而无言的离别的场面 一生保重后赌鸡起身离去 上午郎却站在原地久久不愿起身 赌鸡一行人踏上了去往江户的航船 海上巨大的风浪 让生平第一次坐船的赌鸡严重晕船 次日航船驶入风平浪静的海域 他才从浑浑噩噩噩中醒来 睁开眼便看到了自己最心爱的佛像 和满脸卷容一不解待照顾自己的几岛 赌鸡发现了几岛的体贴 两人之间也亲近了许多 经历了两个月的漫长旅途后 他们终于进了江户的萨摩藩底 赌鸡兴奋地等待着骑兵夫人英姬的接近 可是一连数天下来英姬都没有见他 好不容易等来会面 英姬也隔着竹帘不肯露面 赌鸡按耐住心中的不愤 请求英姬多多指教 英姬却态度冷当问自己要指教他什么 在吉岛表明赌鸡要为了嫁入德川家做准备后 英姬不屑地表示那只是骑兵的自以为是的想法 英姬的话如当头棒喝让赌鸡郁郁寡欢 不明白如果真如他所说 自己千辛万苦来到江户是为了什么 也不知道英姬的态度是否是因为嫌弃自己是分家女儿 连历经风浪的吉岛也陷入了茫然 只能让赌鸡不要怀疑骑兵 毕竟除了信任他没有别的选择 吉岛突然提起两人所在的房间 事先煮玉姬小时候住过的 说玉姬很早就离开了自己 自己心中十分遗憾悔恨 在赌鸡的坦克里 他未来的丈夫家祥已经接到朝廷的宣告 改名家定就任第十三大争议大将军 事实上将军的玉台所之位 除了此前出过一位萨摩芬的帽姬 其余都出自京都的各大名家 所以就算是以赌鸡目前的身份 想成为玉台所希望渺小 遭到了德川幕府中一些人的反对也实属正常 但好在有家祥的生母本寿愿大力支持 还趁着家定给自己画像 叫来阿布故意提起 阿布所谓正在学习的赌鸡 却连日在英姬的住处等候 想要问个究竟 好不容易等来了机会 英姬却只让他等齐兵回来自己去问 不甘心的赌鸡追上前去 却意外扯落了主流 惊得英姬捂着脸落荒而逃 赌鸡这才发现英姬居然还戴着面罩 急倒也因此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见英姬不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如此 赌鸡安下心来等待着齐兵带回真相 正好美国人佩里的舰队再次出现在江户 开国一派和锁国一派的官员产生了争执 齐兵被提前召回江户解决问题 临行前齐兵去探望了 自赌鸡离家后就一病不起的中刚 还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赌鸡 中刚预感自己命不久 只求如果自己过世希望齐兵保密 说赌鸡眼下有重要的事 不想因为自己扰乱他的心 让他能在自己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齐兵郑重地答应下来 而同样心念赌鸡的上午 也请求跟着齐兵去江户认知 想着可以再离赌鸡近些的地方 方便照顾他 不料遭到了齐兵拒绝 反而还因为民间制式推荐 带走了吉之助在申兵效命 而就在他即将抵达江户之际 收到信件得知中刚去世的消息 这边赌鸡终于等到了齐兵回家 他抓住齐兵找自己谈话的机会 问他成为玉台索是否当真如此艰难 齐兵让他相信自己 把所有事情都交给自己去办 不必在意英机的话 还透露不久之后他的亲事 就会得到幕府非正式的许可 接着又秉退了众人 告诉了赌鸡中刚去世的消息 和中刚隐瞒他的沉重心意 两位父亲的感情让赌鸡 留下了掺杂着感动与悲痛的泪水 这晚他对着佛像回忆和父亲的点点滴滴 他在樱花开始凋谢的时候 和自己最爱的父亲隔着天涯永别 他接下来的路途注定负重前行 从没见过这样奇葩的男人 娶老婆居然靠烤小饼干决定 就算这样因为他身份高贵 也有无数名门少女屈之若武 随着时间的流逝 赌鸡逐渐走出了父亲离世的阴影 正在这时 齐斌唯一的儿子虎受完暴病生亡 悲痛之下齐斌也一定不及 坊间关于尤罗夫人诅咒的传门再次传开 赌鸡得知后决定了解事情的真相 让几刀想办法带自己去败见齐心 赌鸡的请求虽然失礼 但齐心却觉得有趣 很和气地会见了赌鸡 尤罗也关心起齐斌的病情 赌鸡却抓住话茬直接问尤罗下咒的谣言 见尤罗当场哭了起来大喊委屈 赌鸡故意说自己相信尤罗 当即让人把尤罗的否论传出去 表面上证明他的清白 实则让尤罗在舆论的压力下失去威慑 击倒也试试透露赌鸡和将军的婚事 让两人大受震撼不仅态度恭敬起来 当天还送了大量补品珍奇给齐斌 也许是心理作用 齐斌身体随之好转 英姬也因此对赌鸡的态度有了微妙转变 齐斌并好好准备前往江户订下婚事 不料最近沉迷烤小饼干的家定 提出了异于常人且不由众人反驳的要求 家定的疯癫已经是个难题 德川奇招更是横在这桩婚事中间 坚决反对小门小户的赌鸡成为玉台索 思虑之下阿布决定通过拥护奇招之子庆喜 成为继任将军来诱惑奇招封口 齐斌却打算在此之前 邀奇招赏应让他先见见赌鸡 得知消息赌鸡非常兴奋 他看过齐招著作的大日本史 身为书粉他很期待这次会面 消息公布的当天侍女给赌鸡送来了 一套齐招整理过的大日本史新编 在赌鸡专心浏览下 终于等来了齐招到来的这天 赌鸡规矩矩地打了招呼后 齐招便觉得他气度有些不凡 赌鸡对史书的见地让他很满足 却不料赌鸡接下来却谈其所国政策 问齐招为什么要支持赶走外国船只 惹得齐招勃然大目 众人以为陷入死局时 齐招却大笑了起来 说从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 表示自己愿意和有趣的赌鸡讨论这个问题 两人谈了许久之后 齐招改变了对赌鸡的态度 赌鸡在感谢父亲送来的书籍时 才得知那些书是英姬所赠 他和齐招说起英姬作为女人的心意 说英姬一直以来是 因为爱慕齐招才会刻意躲避 又告诉了齐招他病倒时英姬彻夜祈祷 齐招因此找到英姬赏鸡花 一番动情的道歉和感谢后 两人都摒弃了前嫌 于是在纷飞的落鹰里 鹰姬含着眼泪第一次摘下了面罩 得到了齐招的支持后 众人抓紧同家祥弟弟亲事 家祥心中却只有煎饼 说自己这块煎饼烤坏了就不同意亲事 但煎饼还是在几人闲聊煎烤糊了 获得了将军本人的首肯之后 赌鸡的婚事终于板上钉钉 与此同时尚武郎也接到齐拼的书信 同意他前往江户让尚武郎异常兴奋 两人之间又是否会谱写新的故事 赌鸡的婚事终于定在了次年年初 萨摩藩底沉浸在了一片喜悦之中 尚武郎接到江户任职消息 也像宛如重生 此前他曾被清友 安排在萨摩的贺完成就职 但因为城中的事物枯燥 加之心念在江户的赌鸡 整日消沉的他经常去找阿进发牢骚 长辞以往温和如阿进也发了火 尚武郎因此开始悔悟 回忆起清友去琉球任职前 曾把萨摩和阿进托付自己照顾的信任 觉得自己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第二天特地等在阿进家门口 感谢他的指点 如今得知尚武郎要去江户 阿进难免有些失落 但还是很为他梦想成真高兴 送了他跟哥哥一样的香木 在尚武郎启程离开这天 还偷偷偷去送了他 在吉支柱被安排给赌鸡筹备嫁着 又因为品位差 天天被吉岛嫌弃的日子里 尚武郎终于抵达江户 被骑兵安排在海军讲习所学习 赌鸡知道尚武郎傍晚 兴高采烈的要去见面 两人拉扯在一起 直到吉岛表示 骑兵说时机成熟 会让两人见面 赌鸡才安分下来 可尚武郎潜心学习不过三月 就被骑兵召见 告知了清游在流球病故的消息 骑兵表示因为清游尚未娶妻 为不让小松清游家中绝后 让尚武郎立刻回到萨姆 作为养子过继到名门市家小松家 对身为家中三子的尚武郎来说 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可他心里仍充满了不甘和无奈 只是面对骑兵重拖 他还是咬牙硬下 上武郎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之中 不知为何自己就答应了下来 又魂不守舍地 跟着骑兵来到赌鸡房中 骑兵安排两人对异举 让尚武郎当作这是自己的歉意 得知老师的死赌鸡也很悲伤 但还是仰起笑脸和尚武郎聊天 此时距离赌鸡决心成为御台所 已经过去了两年的光阴 看他在为成为御台所休息的磨练里 愈发成熟优秀 尚武郎心中最后一丝不甘也逐渐抹消 在赌鸡表示对大傲生活心存恐惧时 他也给了赌鸡一如既往的肯定 一举棋的时光太短 这一次尚武郎收拾棋子的手微微颤抖 两人都拿出那个护身符 怀着不同的情愫对着彼此含泪露出了笑脸 年底的时候吉之柱置办的嫁衣和嫁妆终于得到了吉岛的满意 可这天夜里江户发生了 世间所说的安正大地震 一万多人死于这场地震和火灾之中 赌鸡婚礼的一切准备也化为了徒劳 面对这样的天灾婚礼显然无法举办 而眼下赌鸡已经21岁 让骑兵和吉岛都很忧心 好在赌鸡本人并没有受到影响 依旧十分开朗 而萨摩这边 阿进和尚武郎突然成了结婚对象 还被父母硬了下来 很快就举行了订婚仪式 两人在仪式上都显得忧心忡忡 尤其在尚武郎心里 因为缺乏和阿进结婚的契机 所以很难下定决心 但当晚阿进拜访尚武郎 希望他能拒绝婚事 表示自己比尚武郎大七岁还体弱多地 尚武郎表示自己对阿进没有不满 只是对突如其来的消息难以接受 阿进觉得尚武郎还心念赌鸡 尚武郎则恳切地回答 赌鸡已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他否认阿进那些自卑的说辞 认为阿进是个能理解别人痛苦的聪明人 回忆起阿进鼓励萧成的自己 尚武郎突然间找到了自己所谓的契机 因为地震的消息没有传到萨摩 阿进和尚武郎几个月后举行了婚礼 两人过上了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 而在阿部等朝城的努力下 赌鸡的婚期也再次确定 再次开始了紧张的布置 同时完成任务的阿部在时局的压迫下 和嘉定提出辞去目府老中之旨 还顺便提起了未来的御台所 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子 为了取得跟御台所相称的公家身份 骑兵将赌鸡过继给了 京都的禁卫中西做养女 同时为了适应大傲的后宫生活 赌鸡也需要提前一个月进入后宫 在他出发的前一晚 骑兵召见了他 告诉他嘉定先前曾两次娶朝城之女为妻 但都早早病故所以没有留下子嗣 而眼下国家多难 将军的下一任继承人尤其重要 但如果未来赌鸡生的不是南海 嘉定如果中途病故必会造成大乱 因此要先行拥立继承人 而骑招之子庆喜英明神武极具人望 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赌鸡进入大傲的首要任务 就是说服嘉定传位给庆喜 这也是骑兵想要重建幕府的重要手段 从骑兵处出来赌鸡有些畅然 他这才知道自己出嫁的真正缘由 他问几岛自己到底能否做到 但面对这样的难关几岛无法给他鼓励 只告诉他自己不会让赌鸡孤军奋战 英姬也把赌鸡叫到房中同他道别 还在他面前接下了面诈 说这样可以同他没有隔阂的交谈 这一举动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一时间尽有了些母女的情谊 四日拜别了父亲 赌鸡跟着大傲的育年纪龙山 聚往了江户城中和嘉定的身边 与此同时美国领事哈里斯来到日本 申请拜见嘉定并定居 开始积极的外交活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开国一派和锁国一派 都选出了各自拥立的继位人选 围绕将军之位展开了斗争 赌鸡在大傲落座后 龙山为他介绍了一众示娱 告知大傲有一千名女子 其中能见到他和江军面的有两百人 而整个大傲最高的位置就是御台所 赌鸡的会面进行到了晚上才结束 却被龙山告知第二天还有会面 赌鸡问及何时能见嘉定 龙山也表示在新婚之前都不能相见 让赌鸡非常困惑 但次日起床赌鸡才真正的意识到 大傲规矩的繁多 除了书头要躺着一边书 边吃饭边盘发际 吃鱼都要每吃一口都要换一条新的纸外 连衣服都要一天要换五次 虽然有了新女准备赌鸡还是觉得非常震惊 这时在转角无意间摔倒的她 被一个女子握住了手 她感叹女子的温柔和美丽 却没有发现女子威娜的表情 也没有察觉击倒暗地询问 并得知这是将军唯一的测试之后夫人 本寿院带着侍女前来拜访赌鸡 得知此人是将军的生命 赌鸡直接从座上走了下来 跪在本寿院面前醒悟 让一屋子人都非常震惊 赌鸡恳请本寿院能教导自己规矩 本寿院却只希望她能早生跪子 并下继承者就算万事大吉 赌鸡娇的印象 让本寿院和她身边的老女都很欣慰 此刻和睦的气氛里 没有人能遇见两人日后会走向对立 这天吃饭时龙山突然到访 转身时吉岛不慎将袖子弄到了赌鸡碗里 正准备换件衣服却被龙山询问 为何不在衣服上加衬布 说有衬布衣服会很耐穿也很洁几 吉岛强硬的说伺候公主不能如此 立声让龙山不要再干涉欲排索的经费 却不料龙山面不改色 轻描淡写的答应了下来 让吉岛非常困惑 到晚上都觉得此人琢目不透很不对劲 赌鸡却觉得吉岛太过敏感 只对着月亮猜想家庭在干啥 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 吉岛回想起那个叫志赫的女子 提醒赌鸡来到大傲的任命 可赌鸡却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才想见面 看看对方是不是个好说话的人 能和自己做情投意合的夫妻 吉岛却因为她的期待变得忧心忡忡 规规矩矩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 赌鸡终于无法忍受防守且不合理救喜 开始一一改变简化 惹得伺候她的老女出来苦不堪言 一时之间大傲都在传 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工作 龙山对此非常奉看 本兽运气态度悠然 觉得只要能传风接待怎样就行 在天气晴朗的一天 堵击到院子里掀上风景 却发现不远处树丁窑洞 击倒怒声质问出来男人是谁 出来却支支吾吾不敢说话 却正好听到智鹤叫男人将军 击倒和赌鸡随之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之中 因为白天看到家定的疯癫模样 赌鸡到了晚上都非常心烦意乱 毕竟33岁的人还在捉迷藏 让人很难不怀疑那不是一个正常人 更不敢相信父亲会把自己嫁给这种人 他问起击倒对家定的看法 击倒之隐晦地表示有传门 说家定是个非常天真的人 让他相信骑兵 说着还送给赌鸡孕育后代的知识 告诉结婚到晚一定要顺从家定 让家定喜欢他才能听他的话 回到房间吃饭的击倒 收到骑兵送来的糕点 在盒子底部找到密函 让他暗中和吉支柱等人联络 汇报家定的情况 在婚礼的前一天 改任衣室手的阿布受骑兵委托看望赌鸡 问他关于城中诸事有没有想问自己的 热衷政治的赌鸡问了哈里斯的事情 得知哈里斯的见面请求频频被拒后 让阿布有这方面的进展都通知自己 便上前询问阿布关于家定的事情 赌鸡就这样带着疑惑 等来了婚礼的日子 说完这句话赌鸡便带着重词 王举行婚礼所在地出发 在那里赌鸡脱苗家定 不料被他发觉问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 两人因此都被侍女提醒 在婚礼前不能看对方不准说话 但家定却不以为一纸孤独如天 婚礼的各项仪式顺利地进行 赌鸡的称呼从今之后 也变为了玉台所夫人 最后的仪式称为晚起 因为嫌麻烦家定养了交杯仪式 看着一堆人就这样守在房里 赌鸡紧张得守护无措 也不知是不是看穿了他的荒漫 家定说自己要睡觉让赌鸡也休息 就物资被对赌鸡睡下了 察觉尴尬赌鸡也稀里糊涂地躺下了 但因为紧张迟迟无法入手 家定察觉之后让他和自己说些有趣的事 自来想去赌鸡觉得可以聊聊哈里斯 家定却觉得太过无趣还让他不要再提 他人来のか そうじゃ昔話など聞かせよ 寝音のネズミがおります 寝音のネズミの相撲が好き 面白そうです えー 今はどうしてくれるのか 因为赌鸡就这样睡着了 家定反而无法入睡只能叫人拿酒来 很是无语的喝了一口 得知两人新婚到晚什么都没发生 赌鸡还先睡着了 本受怨气的险心冲过去 因此没有参加每天怎样 由玉台所和将军带领的祖先排位参拜 家之家定还在休息 这早便只有赌鸡和志鹤 吉岛也对赌鸡大为光 让他理解身为天下的将军 一举一动都要有人看着是正正的 赌鸡谈起再次遇见的智鹤 这才得知那是将军的测试 心中顾免猜测能有测试应该正常 但从那以后大约一个月 家定都没有到大奥了 赌鸡太多淡然 只顾着如何判断将军到底省不省 但人人都推述两年的进展 吉岛见状只能告诉赌鸡 世间确实有将军单闪传门 但齐斌曾告诉过 家定定不如传门所说那般灯伤 正巧此时家定带着智鹤在院部里支鸭子 赌鸡当即决定要自己去确认真相 等待待待待待待 等待待待 俺 何要する 我心里有些人 父亲成彦に命じらりました 何事都会换成与上 同时 跑上前去加入了抓鸭子的队 正好来问罪的本寿院 看到了两人一起抓鸭子 顿时又为继承人的事放下心来 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侍女回去了 上大约追寻了 家定的这份动作 让赌鸡彻底意识到了家定绝不吃傻 当即下定决心寻找到装傻的真心 大傲有着森严的规矩 即使是将军想要在大傲过夜 也必须在每天六点 预定口上锁之前提出 而就算是过夜也有人士气 因此赌鸡也失去了自由 生活在了严密的监视之中 自从上次见过家定的眼神 他就一直想要弄清楚真相 但将军一连跃鱼都没有来大傲 他根本无从辨认 本寿院也为此烦恼 特地喊来几岛和龙山商量 如何促进两人完成造人 几人合计之下决定 从头到脚打扮赌鸡吸引家定的注意 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之后 终于做出了满意的造型 这根本没有作用 不想本寿院又掏出了一堆簪子 失礼 捕祭ります 何要失礼つもりなのじゃ 赌鸡被压的脖子都要断了 但还是没有熬过众人 带着新造型去了祖先领堂 家定显然也注意到了 赌鸡扶着脑袋的痛苦模样 短暂的停顿后便继续开始参拔 众人都以为赌鸡吸引了家定 没有人发觉家定被对众人 努力憋笑憋得快要面不抽筋 久保様 我请的谁是谁 今晚是 今晚是 请不吝点赌鸡 请不吝点赌鸡 今晚是 家定没有明确回复 嘀咕着离开了 留下在场的众人表情各异 本寿院更是连连感慨 自己这么费工费时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不知道是否赌鸡的 请求起了作用 晚上家定出现在了大碗 一见面家定就扔出一堆玩具老鼠 吓得赌鸡尖叫起来 家定命令众人退下 赌鸡说自己还有一个问题 接着便直接问家定为什么要装傻 家定表情茫然说自己不傻 赌鸡则提起那天家定的眼神 说自己那时候就已经断定 家定则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说自己一直强调自己很正常 让赌鸡非常无奈 家定又回到被窝里 说自己一到了晚上就浑身没劲 赌鸡还想敲也被他突然打断 说完这话家定便被过身去 任由赌鸡怎么喊他也不再答应了 第二天赌鸡和几岛说后 几岛当即就建议赌鸡告诉庆喜 并告知庆喜所在的水户一家 很受本寿院讨厌 本寿院也一直不于一力的 想把他们排除到幕府外围 如此一来拥护庆喜的他们 在大傲就如同身陷敌影 这玩几岛将消息传给了齐斌 众人当即决定加紧拥力庆喜的动作 因为家定的话心烦意乱的赌鸡 在花园里看到了满脸笑意的智鹤 他不明白同样的丈夫 智鹤为什么那么快乐 于是不顾不能照见测试的规矩 让人把智鹤叫到了跟前 连亲密的击倒也平退在外 赌鸡夸赌鸡的花漂亮 有春天的香味 智鹤却把花瓣放进嘴里 说这样花香会更濃郁 奇怪的行为让赌鸡大惑不解 赌鸡回过神来 问智鹤家定是不是傻瓜 智鹤告诉赌鸡因为他身份卑谨 很多人觉得他在利用家定 确实因为家定的照顾 自己成为侧室 但自己想报答也没办法 因为家定无法生育 智鹤话一出口才自觉食言 却不想赌鸡也听家定说起 一时间两个女人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 看着智鹤对家定的心意 赌鸡心里生出了异样的感觉 这晚家定受本寿院要求 再次来到大昂 给赌鸡带来了更大的玩具老鼠 不料赌鸡失魂落魄地放在了地上 赌鸡问家定为什么要把智鹤留在身边 是不是因为喜欢智鹤 家定却没有好好回答 说与其说自己喜欢人 不如说自己喜欢鸭子老鼠 因为他们不会开口烦自己 赌鸡不知为何落下泪来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种感觉来自于爱情和嫉妒 赌鸡愈发想要了解真正的家定 出生再有爱家庭的他 自然渴望和丈夫也成为 父母那样恩爱的夫妻 因此有时候看着活蹦乱跳的家定 也会对自己的任务有些犹豫 所以在阿布再次前来拜访时 赌鸡告诉阿布即使家定说自己不能生育 自己也并没有放弃为将军孕育子嗣 在次日的参拜里 赌鸡再次叫家定晚上去自己房中 如今众人已经习惯了他大胆的请求 只是这次家定却表示要到智鹤那去 不同于智鹤的欢喜 赌鸡第一次体会到了 爱情带来的痛苦和失落 实质幕府在哈里斯强硬要求下 和米国签订夏田条约被迫通伤 朝中关于继承人的斗争也愈发凶语 分为了雍丽庆喜的义桥派 和雍丽庆福的冀州派 因为庆喜的父亲齐招 总是提倡后宫结解 大多数大傲的女人都很讨厌他们一家 算是冀州派 跟着父亲站在义桥派的赌鸡 也因此四面楚歌 只能依靠在大傲和整个幕府 都能说得上话的义桥派中心人物阿布 可偏偏就是这样危机的时刻 阿布却突然因病离世 义桥派因此只能让赌鸡 尽快让家定同意庆喜继位 于是赌鸡当天 再次请求家定晚上去自己房中 说要和家定谈一谈阿布的事情 傍晚时赌鸡捧着母亲给的佛像 赌鸡决心拿出自己的真心 用妻子的身份来面对丈夫 于是这晚家定来到房中后 赌鸡将她嫁入大傲是为了说服家定 把继承人定为庆喜的是河盘托出 说自己总是逼问家定是不是装傻 自己却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太过卑鄙 赌鸡的帅真换来了家定的坦白 家定告诉赌鸡 阿布和齐斌等人想要改革 主张公亲和武士合体参与木正 所以将军之位不过是一个摆设 自己也就放手让阿布等人活动 但他半路归西让自己非常为难 而自己也早已将赌鸡 所谓的使命了然于胸 家定表示 眼下继续闭关锁国会陷入战乱 强行开国开国派和锁国派又会斗争 现在的幕府对任何一派都控制不了 唯一的方法 就是阿布等人所提倡的祖国参政 但是这样一来 德川幕府就不能再独裁 将军世家的使命也会不复存在 所以立谁为继承人都是徒劳 自己也不认为一乔家能够拯救国呢 赌鸡觉得这样的想法太过自私 身为将军应该为国家和黎民尽责 家定变了脸色 告诉他自己是父亲的第九个孩子 有二十六个兄弟姐妹都早早夭着 唯一活下来的自己如今多次被吓毒 身体早已如同风中残住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得知了一切的真相 看着家定的背影 赌鸡突然觉得非常心疼 也突然生出了保护丈夫的决心 自从在赌鸡面前暴露真实的自己之后 家定不管做什么疯癫举动 看向赌鸡时都会有片刻的正常 赌鸡也会时常回想起家定 说他不相信任何人时候的表情 觉得家定的内心一定很寂寞 他虽然把家定正常 和不喜欢一瞧的事告诉了几党 却命令他先不要告诉父亲 先和自己一起寻求解决的方法 此时哈里斯再次提出和家定会面 美国的军舰也抵达了江户展开压迫 强烈反对开国的奇招 眼见日本被逼无奈要进行攻伤 悲痛之下主动退出了政治舞台 因此一桥派再次失去重臣 要让庆喜成为将军也更加困难 虽然家定假装疯癫 把拒绝哈里斯会面的问题丢给了朝城 可到了晚上还是为此感到郁闷 赌鸡摆出了棋盘 家定不喜欢像打仗一样的围棋 赌鸡便教他像五子棋 成功地勾起了家定的兴趣 赌鸡问家定为什么不喜欢庆喜 家定反问赌鸡是否见过庆喜 笑他见都没见过就拥离别人 得到家定同意后赌鸡会见了庆喜 却见庆喜心思深沉没有坦荡的气魄 整个会面过程都没有直视他 甚至在赌鸡提起自己父亲看中他 都说自己尚不成熟 无法回应期待 让赌鸡非常失望 此时赌鸡和几岛都没有察觉 谈话内容已经被龙山听取 本着偏听则案 看事物要全面的原则 赌鸡又借着赏局宴会见庆福 不同于庆喜 庆福整个人都有股正直坦荡的君王之气 让赌鸡和本寿院等人都非常欣赏 到了品尝糕点时庆福发现糕点有问题 龙山当即就让制作糕点的人来试吃 被庆福制止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人当 此举更是让众人为之折服 连坚持要完成骑兵任务的几岛 都觉得此人言行十分出彩 但还是叮嘱赌鸡不要忘记使命 在家定面前多多提及庆喜的年龄优势 这晚家定来找赌鸡就寝的时候 对他偏听则案的柳优很有兴趣 问他见过两人之后的感觉 赌鸡回想起父亲的委托有些犹豫 但最后还是告诉家定 幸福才是有君主智能的人 赌鸡再一次赢了棋局 家定表示赌鸡曾说过他是自己的妻子 有没有想过输给作为丈夫的自己 赌鸡回答如果家定希望他也可以 家定笑着感叹他的奇怪 语气里却满是欣赏之意 家定的笑容带了些宠溺的意味 让赌鸡沉浸在了暖洋洋的氛围之中 自从他进入大傲以来 这是他觉得最为温馨和幸福的意望 但与此同时龙山却因心中怀疑 打听到了几岛和赌鸡都是一条派 连同赌鸡会见庆喜一事 一并告知了本寿院 转眼赌鸡和家定结婚已经十月 如今他不需要在佛堂请求 家定也会时常到他那里去 事前从未有的进出大傲的频率 家定这句话指的也许不只是下棋 但爱情方面有些迟钝的赌鸡没有听出来 反而问起家定什么时候会见哈里斯 让家定嘟着嘴觉得有些扫心 说见一个语言不通的怪物很奇怪 赌鸡笑他胆小说自己反而想知道 飘洋过海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家定突然问如果是他和哈里斯见面 会怎么保持作为将军的威严 聪明的赌鸡难得迟 说这个应该好好考 家定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信任 说想好了记得告诉他 此刻享受着温情时光的赌鸡 丝毫不会察觉到本兽院的怒火 何至贺迭了一地只贺的落寞 但次日佛堂参拜结束后 赌鸡贴心地让本兽院天良加一 本兽院却对他冷眼相待十分厌恶 让赌鸡不由的心中忐忑 但因为家定的委托 赌鸡很快把婆媳问题跑到了脑后 天天想着怎么帮助家定 让几岛非常忧心不断提点赌鸡记住任务 没过几天新任老钟哭田带来消息 说哈里斯丝毫不顾入乡随俗的礼 要求按照美国的礼节站着会面 赌鸡想出其招通过电高踏踏米 来让哈里斯俯视作者的家定 坚持日本礼节的同时维护将军的威严 另一边本兽院非常担心赌鸡吹枕边风 让庆喜成为下一任将军 但龙山却让他不用担心 告知他们强有力的同盟 素来支持开国的冀州派中心人物 锦衣大人已经回到了江户 并开始为庆福上尉积极奔走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兵耳中 他当即送上密信向赌鸡施压 要赌鸡无论如何 也要让家定和庆喜见上一面 正好当晚家定又来到赌鸡房 觉得赌鸡的方法很好并且有趣 想要赏赐他为自己花费的心思 赌鸡却显得心事重重 左思又想才请求家定 在会见哈里斯时带上庆喜 家定问是不是齐兵的要求 赌鸡却怀着心事否认 只忐忑地说庆喜在的话也许会有好处 见他犹犹豫豫的样子 家定反而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丈夫的理解和信任让赌鸡非常感动 怀着感激和惊喜的心意落下泪来 在会面这天家定遵守了他的诺言 只是在会面前他看着庆喜 突然问他想不想做将军 家定没有再多说 但他的话却引起了庆喜的警惕 见面时赌鸡的方法果然大获成功 俯视着高座堂上的家定 哈里斯极力忍着内心的怒呼 说自己带来了总统的国书前来问候 家定也沉满端庄地注视着哈里斯 但见哈里斯发表着不知所云的英文 家定突然心仰又开始装傻 与此同时本寿院也因为得知 庆喜一同接见哈里斯器的咬牙切齿 当即不顾众人的阻拦 喊着要去保护家定 得知了消息的赌鸡赶去查看情况 不想本就愤怒到有些蜂魔的本寿院 看到赌鸡更加失控 看着本寿院的模样 虽然对几岛说着自己没事 赌鸡内心还是极度不安与慌乱 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 他和本寿院之间的婆媳问题 以至于到了晚上家定来访你 和他说起白天的事实 他笑得都没有往日开怀 连被家定察觉询问 也心事重重地否认了 赌鸡预感今后的路会很难 说家定之前说强行开国后 开国派和锁国派会内斗 而两边要想获取朝廷的同意 都会开始越过将军 寻求天皇的支持 这番远见让家定有些震惊 说赌鸡作为一个女人确实有些可惜 赌鸡又迟疑地开口 问家定今天见过庆喜的看法 家定则说越来越讨厌庆喜 感觉庆喜欠缺考虑日本将来的见识 家定看着心事重重的赌鸡有些担忧 而隐隐欲感大祸临头的赌鸡 也只能尽量地安慰自己开怀 和丈夫恭喜温情的夜晚 而本寿院等人 很快也会为分开两人做出行动 得知家定越发不喜欢庆喜 吉岛非常惆怅 赌鸡则认为家定没有看错 反而对齐斌的决意心生质疑 吉岛却觉得不畏庆心努力 他们就失去了在大傲义 赌鸡不愿和吉岛多说 他想站在对国家有利的立场 但让庆喜成为将军 似乎不是最佳的决定 与此同时本寿院全愈后 也和龙山等人商量保护家定 怕自己从小性格温和善良的儿子 受到赌鸡的逼迫 真的立庆喜为继承人 这样的状态下 在某天佛堂参拜时 赌鸡对本寿院露出友善的微笑 本寿院却愤恨地把头扭到一边 家定看两人的状态 也猜到了赌鸡心事重重的原因 可不带他说点什么 就突然发病倒了下去 众人慌忙搀扶 本寿院更是在这样的关头 让人把家定扶到自己房里 大夫看后说家定只是过度劳累 家定也在短暂地休息之后 不顾本寿院的劝阻 强撑着起身去前朝处理政务 龙山有些惊叹将军的变化 本寿院见状也委托龙山 如果家定要去找赌鸡过夜 不要告诉别人只告诉自己 而毫不知情地赌鸡 正因为得知因为家定 无碍放下心来 得知家定特意让人 告诉自己不要担心后 更是为丈夫的心意感到甜蜜 当晚得知家定要去赌鸡房中后 龙山立马会报了本寿院 但因不能拒绝将军的要求 几人准备说赌鸡因并无法施起 家定这才注意到了龙山身后的智鸽 看着智鸽殷切的目光 赌鸡也已经睡下 家定只好作罢 但还是让人留意赌鸡的情况 宋西要过去 与此同时赌鸡也被本寿院派人要求 不要再参加参拜 说如果赌鸡再去 本寿院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第二天家定问起赌鸡时 本寿院以赌鸡身体不是堂塞 本寿院见状只能摊牌 说家定因为汉里斯的事变得很忙 晚上又天天到大奥会影响身体 一连数日见不到家定赌鸡 郁郁寡欢 正好击倒的眼线来报 说一切都是本寿院故意阻止 两人的对话被赌鸡听到 就直奔本寿院的住主 本寿院也直言不讳 说就是因为赌鸡是一瞧怕才这样 并认为赌鸡拥立别人就是不想传宗接待 本寿院文言有些动容 抱怨赌鸡所为像是婆婆在欺负儿媳 虽有些心软但还是为了立场狠心离开 吉岛告诉赌鸡他对家定已经不只是夫妻间的情谊 而是男女间的爱慕 即使两人什么都还没发生 心意也是一样的 作为女人他很为赌鸡开心 可是想到他们的使命 不知道这到底是服事货 赌鸡因为对家定的思念吃不下厌食 才意识到吉岛说得真的很对 与此同时本寿院也因赌鸡的真心纠结 正巧龙山来报家定要到大鹅留宿 问是不是还是让志鹤服事 片刻的纠结之后 本寿院还是给了肯定的答案 正当本寿院担心的大哭时 装病的家定却打着哈建仙来 说自己有事要和母亲说 他郑重地感谢母亲的恩情 说兄弟姐妹不断夭着 自己能夺活至今都是托母亲的福 在本寿院的泪眼里 家定走出了本寿院的住宿 无视了所有的劝阻和呼唤 去往赌鸡的住所 赌鸡此刻正对着院子 沉浸在漫长的思念中 准备回房休息的他 却听到了家定的脚步 久不见了 二代 这天晚上赌鸡看着家定的睡眼 感受到了身为女人的幸福 她怀着满心的温暖躺了下去 素来讨厌被触碰的家定 却突然翻身伸手触碰了赌鸡 赌鸡轻轻拉住家定的手 全心全意地感受这份幸福 可他们之间的温暖时刻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前朝关于继承人的争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本寿院更是在这样的时期 宣建冀州派的核心人物锦衣 亲自表明了支持庆福的立场 和锦衣成了一条船上的马蟑 一桥派的骑兵也决定破釜成舟 传唤如今继承小松家领地的上武 安排他成为萨摩年轻武士的首领 组织西市队伍并赐名戴刀清联后 直接向幕府提交了让庆喜继位的建议书 把一直以来暗地里的动作搬到了明面上 但在当时外方领主插手幕府继承人问题 是相当于直接暴露野心的大胆行为 因此从锦衣处看到建议书的本寿院大为震怒 此时毫不知情的赌鸡还在和家地 品尝葡萄牙的点心 赞叹点心的美味之余 赌鸡不由担心如今的家地 是不是还在前朝故意 做些烤点心之类奇怪举动 怕家定一直这样装下去 重要关头大家都不会听话 家定说自己只是在顺其自然 不管是哈里斯还是继承人的事 自己都不想做出刻意的改变和安排 不久后得知父亲所为赌鸡也非常伤心 觉得是自己进展太慢才将父亲逼迫至此 身为女儿的道义让赌鸡备受内心煎熬 于是这晚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正是请求家定立庆喜为继承人 并在家定问他是不是遵循父亲医院才这样说是 违背真心说是自己的想法 剑帅真如赌鸡都会说谎 家定非常失望 当时幕府正被哈里斯逼迫签订通商条约 老中绝田因此被派往京都 取得厌恶他国的国主的许可 但因为绝田是冀州派 一桥派的人担心他此次前去 会找国主要到赞成庆服继位的圣旨 因此也开始联络朝廷中人向国主提出 继承人必须具有年长这一条件 但这一申请连同通商条约一起遭到拒绝 一时间工程内外都传一条派已经落败 击岛更是眼见赌鸡是唯一的希望 时时在赌鸡耳边提醒赌鸡游说家定 殊不知赌鸡因为家定的话一筹莫展 但也就是这时得知消息的家定召见了他 赌鸡说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是庆喜好还是庆福好 他忧愁的样子让家定笑出了声 调侃他越来越像个玉台索 还给他递过一块烤年糕 赌鸡却没有立刻接过来 漫长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 说自己终于决定忠于内心 既然不知道选哪个就都不推举 家定则露出了一如既往的宠溺笑容 做出决定的赌鸡如是中 他再次仰起笑脸接过烤年糕 却还是因为辜负了父亲期望 一边笑着和家定分享烤年糕 一边止不住的流下了眼泪 两人都为亲密的距离心中烹热 但赌鸡理解丈夫松手睡去的无奈 为了缓和尴尬的场面 赌鸡挠起丈夫的痒痒 两人随之大笑着闹作业 家定却不慎撞到了脑袋 虽然家定很快露出了笑脸 但赌鸡还是为此自责不已 小小的闹去后家定沉沉睡去 安静的看着丈夫的睡眼 赌鸡心里满是幸福 赌鸡终于遇到了她的日本第一的男子 只是这样静谧的时刻还能持续多久 在骑兵上交建议书之后没几天 本寿院再也坐不住 和大傲的女子们当即向幕府提交 让锦衣出任大佬的请愿 此举之后又不放心地找到家定 说如果给一桥派的人做大佬 大傲的女人们都活不下去 家定却拿出了从容睿智的气度 态度坚定地说这是自己的责任 决定让母亲不要过多干涉 整个人的变化让本寿院很是震惊 因为玉台所是大傲最高职位 龙山特地找到赌鸡求他写明 赌鸡说事关重大不能立刻回复后 龙山便将请愿信暂时留给了赌鸡 还提醒赌鸡他已经是德川家的人 做出决定务必请他三思 当晚夫妻俩聊起请愿的时候 家定告诉赌鸡不必在意母亲 按他的想法去做 赌鸡却直言无法忽视 对家定重要之人的想法 家定见状笑赌鸡虽表白 哪个继承人都不支持 但心中其实还是无法保持中立 说着心情不好的家定 出了门却饶有兴致地看起月亮 只是很快便突然心急 这把一旁的侍从吓了一跳 和家定的谈话让赌鸡心里有了决断 赌鸡告诉龙山自己无法写明 但还是龙山的失望和击倒的欣喜中 将请愿信交给了龙山处理 算是默许了他们对于锦衣的支持 齐斌等人得知锦衣受到推荐 也决定支持一条怕的庆永座大了 将炒面拉回势均力敌的情况 家定知道赌鸡关心此事 也知道如果是赌鸡的话 会想先见见两个再做决定 便破格邀请赌鸡一同会面 此日会面时夫妻俩听了两人的观点 庆永主张让所有的领主参与目睁 锦衣则坚持维护德川将军家原本的制度 守护德川家让其变得强大 赌鸡其实并不欣赏锦衣的观点 但家定心中的天秤 却因为锦衣说想守护家族 开始朝着锦衣清醒 因为赌鸡没有偏下一条怕的气氛 极岛情绪激动了江骑兵 不久前送来的信摊在赌鸡面前 相信骑兵会说服赌鸡改变想法 让赌鸡一个人好好赌赌 而赌鸡盯着父亲的署名独坐良久 回想起家定把他当作家人守护的心意 没有毒信的赌鸡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走到了极岛面前说自己错了 要到大奥的前方 大奥女子绝对不可贪入的 家定所在的中奥群 一如家定那天晚上一般 赌鸡不顾身后一堆人的呼喊和劝阻 迈出了朝丈夫而去的步伐 推开层层宫门越跑越快 终于在啰嗦预定口前停下了警 深吸一口气后 赌鸡在众人震惊的眼神里 踏过了那道女子不可逾越的门槛 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了家定的面前 朱姨 好不 这些人已经来到这里了 真是申请 赌鸡表示到自己终于认识到了 迄今为止他都不是德川家的 自己本该和丈夫一起守护家族 却一直在做一些任性的事情 他含泪向丈夫道歉 决心从今天起要作为 德川家的一员活下去 一切事情都会听从丈夫的决定 跨越礼仪规矩也要表达决心的赌鸡 让家定带着笑意的眼睛里 成了些许感滑的泪水 这对有爱的夫妻 也在此刻成为了真正的家人 但互相深爱的这一对人 最多的触碰居然只有一个拥抱 在赌鸡冲进中澳找家定后不久 家定终于决定任命锦衣为大佬 这意味着庆喜将彻底 失去成为继承人的机会 击倒垂死挣扎恳求赌鸡 能够在锦衣上任前阻止 说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心愿 才跟随赌鸡付出多年心血至今 但赌鸡已经决心追随丈夫 只是轻声恳求击倒的谅解 素来强悍的击倒 第一次在赌鸡面前泣不成声 赌鸡健壮也不由地落下了眼泪 这天晚上家定脸上写满了倦意 赌鸡知道前朝的事物繁多 担心家定的身体让他早点休息 睡下的家定告诉赌鸡 自己已经选定庆服为继承人 见赌鸡没有如以往一样追问原有 理解妻子热爱正式的家定 故意说这样的他很是无惧让他开口 家定眼神无比认真 说自己原来没有想过女子插手证 是遇到赌鸡之后因为他看事情时 令人震惊的深度和广度才改变他 如果让年轻的庆服做僵局 就可以让赌鸡作为金户人 发挥他的力量辅佐庆祖 处理他所热衷的正式 见家定处处为自己考 赌鸡心中非常感动 但又觉得家定尚起在问 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 家定像告别一样的话 让赌鸡觉得很不吉利 赌气的别过脸去 却不想家定竟然主动从身后 深深地环抱住了他 家定话里有令人心惊的认真 赌鸡眼里也闪烁着温柔的光转过身来 真挚的爱意柔软地将人包围 家定安心地轻轻放开了妻子 回忆起之前自己说过 如果能转世希望能变成一只鸟 赌鸡说还是做自己就好的对话 家定如是珍宝般将赌鸡迎入怀中 沉浸在这样爱意中的赌鸡 也落下了幸福的眼泪 彼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残忍的命运即将降临 近任在丈夫温暖爱意里的赌鸡 看着身边的花花草草都觉得格外可爱 而此时的家定却异常心事重重 正如他所说他很快召见了锦衣 再将继承人确定为庆服之语 说自己有事情要拜托他 要求在庆服继位的时候 让玉台所成为监护人之一 但锦衣却表示这样的事情没有先例 虽然锦衣表面上看不出波澜 但家定还是又找到枯田 做了同样的阻托 给枯田交代后 家定终于心情大好 看着院子里盛开的花朵来了兴致 准备捡上一朵 晚上带去给赌鸡看看 可才拿起剪刀就变了脸色 突发心计倒在了花丛之中 而此刻的赌鸡也带着莫名不安 突然想到了家定 多日后因为迟迟得不到国主的同意 锦衣直接和米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 得知消息赌鸡不由惦记家定是否知其 此时他已经有很多天没有见过家定了 赌鸡立马找人去叫家定的医生来问话 可此时本寿院正在会见家定的医生 医生表示家定因素急复发病倒 不过现在病情已经稳定并无大案 并在本寿院急着要过去探望时 借口公务繁忙很难见到急忙阻止 说会再找机会告诉本寿院 龙山因为先前请愿信的事情 赌鸡没有多加阻拦法而给予了默许 开始帮赌鸡说话 说许久不见将军他也会一样担心 让本寿院同意告诉赌鸡 但本寿院却固执几件让他不要再说 所以赌鸡听到的消息就是家定很好 只是现在公务太过繁忙才见不了他 握着那枚小小的棋子 家定仿佛在和赌鸡做最后的告别 而毫不知情的赌鸡此刻也握着棋子 不住地落下思念和牵挂的眼泪 不久之后举行了历似仪式 冀州派也随之对一条派进行 隐居封闭禁止进城等处罚首断 曾经跟锦衣意见不同的人 都渐渐相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得知消息的几岛失魂落魄 告诉了赌鸡这个消息后就不见了踪影 赌鸡担心他想不开准备寻找事 龙山却难得的来找赌鸡说事情 可龙山还没开口几岛又出现了 于是赌鸡请求龙山改日在台 看几岛心情不佳 心有些许愧疚的赌鸡想哄他开心 跟他分享萨摩送来的的蜜剑琵琶 可是疾倒却丝毫不感兴趣 也就是同天晚上骑兵腹痛难忍 很快便生命垂危 临走前想为把公主从上五郎身边抢走道歉 说着很想再见赌鸡一面便嫁贺喜去 次日龙山再次拜见赌鸡 告诉他将军身体歉安 并透露在半个月前 就问过医生说是老毛病 赌鸡心急如焚当急就要去找家庭 龙山全力拦下说让他去弄清楚 恳求赌鸡再等一阵子 正当赌鸡挣扎之时 初来汇报萨摩传来了急信 通报了骑兵过世的消息 一时间疾倒和赌鸡都非常心痛 怀着埃斯赌鸡终于打开了父亲的封信 确见里面没有任何催促和逼迫 只有将他收作养女和丽丝的事情道歉 说某日他或许会变成萨摩的敌人 到那时要坚定自己的选择不要担心他 这才是他千挑万选的公主 看着信赌鸡痛哭出声 而龙山却没有给悲痛的时间 他擦干眼泪红着眼接见问起家庭的情况 却得知家庭已经因就病复发去世的消息 龙山带来的老中解释将军去世后 藏仪要准备至少三十天 并且只有参与三仪的老中才知识 而赌鸡却再也听不下去 赌鸡推来灵堂的大门 看着日前才和自己安爱的丈夫 转眼间已经被装在了狭长的盒子里 丈夫对自己所有的宠爱和包容 所有温暖而幸福的长夜涌上赌鸡心头 他颤抖着抚摸着丈夫的灵鹫 一日之内失去亲人和爱人的她 此刻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地放声大哭 赌鸡觉得是自己夺走了家庭的生命 是他要家庭去会见哈里斯 也是他将家庭卷入了丽丝的漩涡 他开始整日以泪洗面 也很少和别人说话 就连龙山委托他 在将军去世的消息公开前 不要走路风声都没有回复 更不要提再去佛堂参拜 龙山只能告诉本寿院赌鸡身体不适 本寿院还觉得活蹦乱跳的赌鸡 也有这样身体不适的时候很稀奇 对儿子事事一事毫不知情 只当儿子还在病中 倒是智鹤隐隐察觉到了端倪 赌鸡想到自己得知家庭去世时 已经被蒙在鼓里近一个月的悲愤心情 觉得自己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本寿院 正好此时心中困惑的智鹤前来拜访 还带来了赌鸡和家定一起吃过的蜜糕 见赌鸡一副赌物私人的悲痛模样 智鹤再也忍不住询问家定的状况 面对智鹤的指责 赌鸡只能说对不起 但他心里知道这些事情他无可避免 也或许只有这样他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于是直接起身准备去告诉本寿院 迎接本寿院的怒呼 正在插花的本寿院本以为是赌鸡的花招 却在赌鸡严肃的神色里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 本寿院的侍女杠之 最近有人进宫修缮房屋 猜测也许修的就是灵堂 本寿院这才相信儿子已经不在人世 愤怒的质问赌鸡是不是他下毒害了将军 并拿起桌上的花椒朝着赌鸡乱去 赌鸡直言嘉定离世 父亲离世 都没有通知他 想想那时的痛苦 他不忍心瞒着本寿院 本寿院文言哭着贪坐在地 他也终于见到了儿子的灵鹫 悲伤笼罩了整个大案 随着嘉定葬礼按部就班的进行 年仅23岁的赌鸡也按照规定 被要求必须落发出家为民 是你们都觉得他年纪轻轻十分可惜 赌鸡却觉得可以安静地为嘉定祈福 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身边的人接连离去赌鸡很受打击 在这玩击倒给他梳头时恳求击倒 一定要带在自己的身边 击倒有些哽咽却没有给他肯定的回复 只说自己想再次享受 为赌鸡梳头的这份快乐 几天后赌鸡举行了落发仪式 随后便被赐明天张怨夫人 同时赌鸡也出了家 归衣服门 准备拜别赌鸡前往别处的预展 在两人都为几天前的事道歉后 赌鸡给了赌鸡非常温柔的安慰 在请赌鸡多多保重之后 智鹤离开了大昂 这番话让赌鸡回忆起 家定为自己最后做出的安排 知道自己不应该在悲伤中浪费时间 决定替家定保护好的川家 因此会见了锦衣 并提起家定让他做监护人的事 不想锦衣却表示自己听都没听过这事 赌鸡在决心辅佐庆福后才发现 这是家定特意给他安排的 让他活下去的希望 虽然辅佐一事锦衣从中作可 但是庆福本人非常尊重过世将军的遗言 除了坚持要赌鸡辅佐参考他的意见 还在被任命之前特意到大昂 恳求赌鸡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并对劝戒他远离赌鸡的锦衣 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这时赌鸡已经从御台所变成大御台所 原先身边侍奉的出来等人都告老还乡 正当他伤感之际庆福接到了诏书 正式成为了幕府第十四代将军 改名家冒 出于对赌鸡的信任 他常常去大昂亲近赌鸡 赌鸡想起家定也把自己当作家人 说过类似保护自己的话不由落下泪来 他以为所有人都已经离他而去 没想到如今还能拥有新的家人 因为家冒认了大他十一岁的赌鸡做母亲 锦衣经常在家冒面前提点 说认母亲可以但不要忘记 眼下正是打压一条派的重要关头 让家冒不要频繁出入大奥学会避嫌 因为当时想卷土重来的一条派 以锦衣未得朝廷允许与米国签约为友 在国主面前将以攻击 国主因此下达圣旨批评幕府整岗 但圣旨却越过了幕府直接给了水护 这一举动动摇入幕府的地位 锦衣为此将有关的人全部抓去拷打 甚至连赌鸡的养父禁卫家也被问罪 最终禁卫大人被罢官落实 担任赌鸡母亲角色参加过赌鸡婚姻的 禁卫家老女村刚也被关押送到江户省了 为了不落井一口石 并避免影响家冒的威信 赌鸡没有给家冒说这件事 但家冒还是在参拜时看出了赌鸡有心事 为了解救村刚赌鸡想到办法 让吉岛送去赌鸡结婚时的赵衣 让村刚定罪这天穿上接受审问 因为奎文是德川家辉 代表了德川家的出面 孙刚终于得到了胜命 得知此事后 家冒因为赌鸡的隐瞒感到生气 告诉赌鸡不管自己帮不帮的上忙 也要告诉他 不然自己痛苦烦恼的时候 也就不能给赌鸡说 完成任务后那件赵衣回到了赌鸡身边 吉岛却在这时提出了离开 告诉赌鸡他已经身为德川家的人 自己心里最重要的却是禁卫和岛金两家 担心如果未来有天萨摩和德川起了纷争 自己会成为赌鸡的绊脚石 而赌鸡也已经成长为能够领导大傲的人 自己没有什么好叫赌鸡的了 赌鸡感谢了这些年来 吉岛对自己的种种 于是把这件赵衣当作纪念送给了吉岛 吉岛也恳求赌鸡再穿一次这件赵衣 回想起那些年也是这般情景下 把他送作家定的新娘 温情的时光匆匆逝去 转眼就是吉岛与赌鸡化别的日子 吉岛临走前将骑兵生前让他带为保管 一副萨摩的话送给了赌鸡 便含泪离开了大傲 但随着一心树立幕府威信的锦衣 动作还在继续 萨摩的人们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准备发起反抗 赌鸡即将如骑兵所说 站在昔日好友的对面 与此同时锦衣也准备喂赌鸡 好来一个与之抗衡的公主儿媳 赌鸡不顾众人劝阻坚持认为 给年仅12岁的家冒娶妻为时过早 家冒也对婚事没有什么想法 反而更感兴趣幕府委托荷兰制造 并准备派往美国交流的蒸汽船 还带着兴奋的赌鸡一起会见了船员 因为船员阿胜大胆吐槽景一 还去过萨摩 对骑兵非常敬重 赌鸡对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胜也给赌鸡准备了礼物 还有赌鸡的朋友万次郎给他送上 两人回忆起往事时 万次郎想起曾经对自己说 所爱之人被夺走的尚武郎 万次郎和赌鸡说了尚武郎年上时的心意 虽然感到震惊 但是赌鸡也对此非常欣慰 认为两人美好的回忆非常保固 万次郎带来的礼物是一台缝纫机 是当时米国人佩里莱是所留下的 晚上抚摸着那台机器 赌鸡再次掏出了那个护身子 而此时的赌鸡还不知道 尚武郎跟随了继承了骑兵一致的中将 继续骑兵未完成的推翻目证的举措 正处在群情激愤的萨摩之中 历史的洪流中将推着二人走向对立 据传天张苑夫人就这样成了他们国家 第一位使用缝纫机的女性 正当赌鸡沉迷于采缝纫机不可自拔时 她收到了锦衣打压人员的名单 当即决定会见锦衣和她谈判 热衷查到的锦衣给赌鸡进场 喝了一口后 赌鸡虽然对锦衣恨之辱 但也丝毫不吝惜对锦衣查到的夸奖 让锦衣对赌鸡的格局和率直感的心 开诚不公地告诉赌鸡反对她的那些人 都是主张索国来讨好国主不顾时局 虽然残害了不少人 但她违克于天地 因为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赌鸡虽不认可她的做法 但知道她为守护幕府不会回头的决心 表示自己坚持偏听则案的缘故 愿意以后和锦衣多多沟通相流 还送了锦衣一块缝纫机制 让锦衣很受妒动 不久后就是这一年的女儿节 正当赌鸡和大傲的众人 对着人偶品尝点心时 锦衣在鹰田门外受荡 萨摩人的攻击遇刺身亡 得知消息的赌鸡非常惋惜 甚至落下了眼泪 虽然锦衣已经离世 但是她尚未完成了联姻计划 还有一众人在为之努力 满心欢喜地准备和亲王婚事的河宫 被母亲告知了前去江户的事情 只能指望哥哥能帮自己拒绝 得知河宫是被棒打鸳鸯送到幕府 赌鸡很不赞同女子成为工具的做法 却被众人告知婚事如果被拒绝 幕府的颜面将在世人面前扫地 所以为了幕府威信 势必进行到底 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主身上 不料原本拒绝联姻的国主 为了将幕府的事物 拉回自己手中更好的锁国 答应了两人的联姻 为此河宫激烈反对 表示宁可削发为拟 但是兄长提出的 为了全国安宁的请求 让他知道自己作为公主 已经无路可走 担心女儿的观行愿 因此恳求和女儿一同前去 得知消息的亲王赶来见和宫却受到阻碍 只留下一句让他多多保重便转身离开 隔窗看着所爱之人离去的背影 和宫心如刀割 只能将亲王的声音落在心里整夜痛苦 得知消息的赌击非常不解 觉得不管是联姻还是锁国 都无疑将家冒推上了风口浪尖 好在家冒如今依然成熟 准备等和宫嫁过来两人婚事稳定 反而可以让和宫成为 练接幕府和朝廷的桥梁 这番思维让赌击对家冒的成长非常欣慰 而此时却收到了萨摩让他回家的书信 原本私相信其安心准备回家的赌击 却被龙山告知书信不是萨摩人所写 而是幕府几个老人的安排 担心赌击出生于五家 身份低贱不适合做公主的婆婆 这反而激起了赌击的反抗 拒绝回到萨摩 赌击感谢老中的提醒 说如果没有此事 自己还忘了答应家定守护德川家 让老中拿冲路府之人的自豪来 这晚上拿着护服 赌击发誓返回萨摩的事 绝不再提 可心中也为那一瞬间想回家的心情 对于家定的约定感到愧疚不已 但很快又打起精神准备与和宫的婚事 一切都打点妥贴 还让出了自己的屋子 让人按最高规格来办 好让和宫住的书心 可此时的赌击还不知道 真正的公主有着何等的心情 在大傲上下为了迎娶公主 做出最大努力下 终于达到了众人都非常满意的程度 可与此同时龙山带来了朝廷的文书 要求和宫身边的一切要遵守京都习俗 赌击理解和宫远嫁的无奈之心 这样的婚事也没有先例 接受了这样的要求 并让众人不要大军小怪 他和佳茂母子俩也都非常尊重 和宫从抵抗到接受的这份心意 决心让和宫能在德川家住的书心 与此同时国主也给即将出发的和宫 下达了让他转告佳茂希望这桩婚事 能够促进公武合体 共同抵御外来的心愿 数日后和宫抵达了江户境内 却因为公家和武家不同多次起冲突 不但拒绝穿武家的服饰 也认为江户的饭菜不合口味 但赌鸡此时还非常乐观 只觉得能够平安抵达就好 很快到了和宫公主入城的日子 一行人对大傲的精心不知很看不上眼 甚至当着一众大傲女眷的面 呼着感叹嫁给不入流的武家伤心欲绝 还说家冒有传闻是鬼怪一般的人 但到了两个见面时家冒风度翩翩 关心起和宫是否周车劳顿 让和宫的心意时间竟有些怦然 见过家冒便到了会见赌鸡 龙山坚持要身为婆婆的赌鸡做圣座 甚至没有给和宫准备坐垫 这让和宫一群人觉得很受屈辱 就算赌鸡十分理解让了坐垫 和宫的母亲观行愿也不愿让和宫 坐上别人用过的坐垫 只能含着眼泪非常憋屈地让公主坐下 公家和武家对立而坐 第一次见面闹得非常不愉快 就在这时和宫带来的见面里送到 看着礼品单上直呼天张愿 大傲的众人都觉得对方非常过分欠缺礼数 随着婚期越来越近两派的斗争却愈演愈烈 听着侍女们说着对方的坏话 赌鸡告诉众人以牙还牙之事断不可 正在这时另外的侍女又来哭 说奉茶的时候也被羞辱武家器物低级 还全都锁到了柜子里不愿再用 让赌鸡对这般不能和平共处的架势非常惆怅 家冒也因为传闻说怒服 准备挟持公主为人质独揽大权 给国主上交了前所未有的保证书 得知此事的家定表示是自愿写的 说为了天下太平 区区保证书又算得了什么 让赌鸡很受震撼也决心处理与和公的矛盾 让家冒没有后顾之忧 他来到和公住所 先为此前坐垫的事道歉 并请他体谅种种招待补 听了官行愿等人非常满 赌鸡表示自己之前也和和公一样 如今都肩负着保护德川家的众人 说女子若下定决心只能沿着独路前行 自己作为婆婆以后会教导和公 便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起身离去 赌鸡的话让公家女眷们 你一言我一语哭了起来 和公却第一次转变了态度 叫众人安静 家冒与和公的盛大婚礼 在不久后终于举行 赌鸡也迎来了新的家人 虽然两人终于成亲 但是习俗不同的矛盾 却仍然在继续 因为和公等人佛堂参拜时不愿行礼 本寿院还都觉得是赌鸡婆婆 没做好错 而此时赌鸡也听说 和公不仅不愿和家冒接触 更是怀揣闪闪发光的历见 龙山前去询问却遭到了否认 甚至提出不愿再喊和公欲台所夫人 只能喊她公公主 得知消息的本寿院 更是气得直接来找赌鸡 让赌鸡为了自己的婆婆和媳妇非常头痛 当和公再次试寝时 又再次有人看到了和公身怀利刃后 赌鸡终于坐不住了 直接会见和公询问此事是否属实 但见和公沉默遮遮掩掩直接上手抢 争吵之中物品掉落 竟然只是一面镜子 得知和公没有谋害家冒的心 只是事情前希望自己漂漂亮亮 赌鸡反而有些喜欢上了这个公主 还让家冒同和公都敞开心非坦诚的焦虑 告诉他国主想要的锁国已经行不通 龙山因为自己误会了和公非常自责 赌鸡安慰他后两人间的关系也随之亲近 还约定时不时能够一起喝上一杯 家冒按照赌鸡所言平退了众人 同和公交心告诉他开国和家破人亡只能选一 和公说自己是为了和平才嫁来的 所以能够理解放弃锁国的无奈 让家冒欣喜地握住了和公的手 和公终于感受到了家冒的心意 安下心来接受了家冒和德川家 在次日的参拜中也温顺地祈祷起来 让赌鸡和家冒看在眼中都十分欣喜 完全无法预知上武郎等萨摩武士 已经开始准备运用之前的西式队伍 朝着京都和江户出发 正在赌鸡为家冒与和公 感情越来越好高兴之际 萨摩举兵京都对朝廷提出改变就幕府 和让庆喜来辅佐将军等插手幕正的提议 又在不久后取得了朝廷的信任 带着颁发国主旨意的使臣前往江户 赌鸡由此被扯入了舆论的漩涡 不仅受大傲的女人们嘲讽和质疑 连朝中都频频有人问她是否与萨摩勾起 重压之下连家冒也在赌鸡面前心存质疑 让平白收到唾弃的赌鸡非常寒心 狠心烧毁了所有从萨摩带来的 一直是做珍宝的各种物件仪表清白 得知此事的家冒非常愧疚 赶来阻止赌鸡并和他道歉 赌鸡落下了无奈和委屈的眼泪 其他人看着也很同情赌鸡的痛苦 使臣到达后并给幕府带来了三个命令 一要家冒前往京都商议所国之时 二要在各大领主中选取五名大佬参与热证 三要此前一瞧派的庆喜 出任将军辅佐之职 松平出任大佬 萨摩众人还用武力威胁负责商谈事宜的朗中 让原本反对的幕府答应了这些命令 得知此事的河宫找到赌鸡道歉 说自己为了公务一体 将来却没有起到作用 赌鸡觉得一切都是自己故乡萨摩所为 还说自己如今已经舍弃了故乡 赌鸡终于明白自己烧东西只是自欺欺人 别人并不会因此觉得他割舍了萨摩 醒悟的他恳求家冒能帮他 和跟随萨摩前来的小松会面 赌鸡叫人拿来棋盘两人如多年前一般对弈 赌鸡这才知道小松取了阿进为妻感名带刀 虽然吃惊但还是笑着感叹缘分的奇妙 此时的赌鸡已经接受了立场的对立 告诉小松他会在江户守护德川家 也请求小松好好守护自己的家乡萨摩 与此同时朝廷不断要求幕府锁国排外 家冒本想让河宫进攻说明锁国的难处 却又怕河宫左右为难 赌鸡理解家冒的心意提出由他前去 家冒见母亲都有此勇气决定亲自去 得知此事的河宫担心如今京都 支持锁国的人正在到处杀伤幕府的人 怕家冒会遇到危险 不愿怀着担忧和思念度过漫漫长夜 于公于司都希望家冒放弃上京 家冒告知他自己也曾心情困惑 是赌鸡的支持他才有了勇气 不想此话一出河宫顿时对赌鸡心生犯恨 第二天找到正在给家冒绣佛像套的赌鸡 质问如果赌鸡是亲生母亲 是否会支持儿子深入险境 心安理得的坐党儿子平安回来 在家冒上京这天看着赌鸡准备拿出佛像 何宫立马抢先送了家冒平安府 知道何宫对自己心存不满 赌鸡失去的收了回去 却被家冒看见一起要走 看着何宫对着关上的门久久无法回审 赌鸡安慰他一起为将军祈福 何宫却态度冷漠说自己祈福就够了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不久之后家冒平安抵达的消息传来 可家冒面见国主时 不等他开口说索国的艰难 就被朝臣以这就是他的责任等话堵住了嘴 不但想法未能让国主知晓 还被禁止返回江户导致卧病在床 当作人质威胁幕府索国抵御外地 得知消息的赌鸡只能请求何宫 说服国主让家冒返回江户 何宫表示自己是照国主心意下架 对于国主的安排自己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还责怪赌鸡是他鼓励家冒前去 进退两难的何宫收到了观行院的鼓励 让他如果实在担心家冒就坦率地求起 让国主放家冒回来 在何宫鼓起勇气情愿的四个月后 家冒得以回到江户 在与赌鸡见面报了平安后 古鸡催促家冒快去同何宫相见 再次见面夫妻两人眼中 都承满了浓浓的眷恋和恩情 虽然何宫对家冒的爱意 时时刻刻写在了脸上 可是对赌鸡态度却依然冷淡 重也见赌鸡为此失落 只能告诉赌鸡家冒平安回来就好 而萨摩众人完成任务回家的路上 途经生脉村的时候却横生之急 他们遇到了几个骑马的英吉利人 以为是冲撞队伍的无理之毒 将其斩与马下并继续前行 却不想这件事直接导致了 英吉利舰队直接入侵萨摩 并在谈判破裂后被迫开战 萨摩因为实力悬殊很快落了下风 落尔岛被烧成了焦土 近两月后对方才因物资不足离去 阿进给平安归来的众人准备了饭团 看着焦黑的四周 小松回忆起赌鸡的众托 落下了眼泪无助的嘶吼着 赌鸡在不久后收到了母亲的信 告诉赌鸡他的亲友尚且安好 虽然伤怀但也必须重拾希望重新出发 家冒也告诉赌鸡这样的失败 可以让人们看到锁国的艰难 赌鸡为儿子的话感到宽心 但母子俩此刻还不知道未来的路 会变得更加艰难 不同于外面的纷乱 大傲依旧安密 有时看着何宫和家冒情投意合的样子 赌鸡经常会回想起 何家定经历过这般甜蜜的自己 由衷地为两个人感到欣慰 崇也夸赞赌鸡有气量 何宫这么冷漠赌鸡还会被他着想 赌鸡却并不觉得何宫是冷漠的人 只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和武家不一样 此时常州藩因为不满幕府软弱 准备冲进寓所胁迫国主 逼他下令让幕府驱赶外来 却被萨摩藩的人察觉保护了寓所 观行怨因此找赌鸡来向萨摩道谢 龙山借两人单独见面的机会 提出为家冒纳测事保证相互 但不带观行怨表达不满 赌鸡说两人心心相应言词拒绝 让爱你心切的观行怨对赌鸡好感倍增 回到住处却听萍萍说女儿身体不适 观行怨问过女儿得知两人有了夫妻之事 认定是有喜的迹象 一时间喜悦的气氛笼罩了大案 赌鸡兴奋的当即差人去告诉家冒 何宫也期待孩子能成为公武合体的正名 赌鸡给未出事的孩子准备了波浪 可不久之后却发现是场乌龙 赌鸡来看望垂头丧气的何宫 众人都以为赌鸡会抱怨责怪 不想赌鸡含着眼泪 说想到何宫的心情非常为他难过 何宫告诉赌鸡自己担心家冒失望 赌鸡认为家冒关心何宫剩余关心自己 会体贴何宫才让何宫感到宽慰 何宫让赌鸡留下了波浪骨 说以后一定让他派上用场 婆媳俩的关系在彼此体谅下更进一步 只是回到房间的赌鸡还是有些失落 感慨自己终于理解了本寿院想抱孙子的心情 时光匆匆而去 次年家冒得到一台照相机 在何宫的要求下三个人照了一张相后 赌鸡还特意让夫妻二人再次合影 趁着调试机器的空档 家冒告诉母亲和妻子 因为常州不服从幕府 为了幕府的威信决心亲自率兵出征 一时间两个女人都感受到了深深的不安 何宫更是在拍照时一度无法开怀 拍完照本寿院赶来凑热闹 还说这是传说中射人魂魄的机器 让何宫听得更不是滋味 于是难过地离开 看着暗然离去的儿媳赌鸡也束手无策 在即将出征前 家冒送来了三人的合影 并恳求赌鸡同意自己离开江户前立死 赌鸡觉得这样很不吉利 家冒却担心以防万一 怕众人为了这个位置展开无谓的斗争 安排了分家只有三四的归之助 作为刑事上的继承人 赌鸡回忆起何宫说亲生母亲 是无法笑着送儿子出征的话 说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也做不到 家冒却很希望母亲能笑着支持自己 晚上家冒又给了何宫两人合照 还故作轻松安慰妻子 说此去要搜罗一些特产给何宫 何宫自知无法阻拦丈夫 只能祈求丈夫能够尽早平安归来 就是这晚官刑院病倒了 在病中恳求家冒保护好国主和寓所 诚恳地答应下来的家冒第二天准备离开 看着赌鸡能够笑着送别和公无法理解 不善言辞的他只能带着无数的欲言又止 看着中澳的门慢慢关闭才止不住落泪 愤恨地看了赌鸡一眼后便哭着跑开 不久后赌鸡得知官刑院病重思乡 赌鸡特地给他请了京都的乐队为他祈福 入夜后思乡之情得到满足的官刑院 进入了弥留之际把和公托付给了赌鸡 说着让和公坚强地活下去 便在众人的哀哭中撒手人寰 为了瓦解幕府的势力 萨摩决定和长州联手对抗幕府 大大拉长了两方的对峙时间 赌鸡得知消息前去宽慰和公 不料和公依旧无反释怀赌鸡笑着送别这件事 觉得赌鸡不过是假装好心 时光飞驰家冒离去已经一年 活习儿子三人都感受着思念带来的痛苦 就在这时政务繁重的家冒在京都病倒了 几个月后消息才终于传到了大傲 焦急万分的和公急忙写信给他皇兄 请求给家冒派遣最好的医生 又写信诉说了不尽的思念和对家冒的鼓励 而此刻病重的家冒也不忘兑现和公的诺言 给和公找来了作为礼物的上好的西镇纸 可是天不遂人愿几天之后 家冒预感自己已经走到尽头 不顾众人反对强撑着起来要回江户 却无力的跌坐在地上 被在身边笑厉的阿胜抱在了怀里 他平退了众人问阿胜自己一生 作为将军作为男人是否有功绩可言 即使阿胜给他肯定的回答 他也觉得那不过是安慰的话 不久后龙山带回了家冒过世的消息 赌鸡不敢相信残忍的事实 强忍的悲痛亮呛跑去第一时间通知和公 他无力的跪在地上却还是不忍开这个口 何公从赌鸡伤痛的表情中猜到 自己心爱的丈夫已经过世 跌坐在地 想着自己受过的痛苦赌鸡努力的想要安慰 在命运开的巨大玩笑下 两个女人都永远地失去了无可替代的爱人 时隔多年 鲁鸡再次体会到了什么都不想做 不管吃什么都食之无味 不管看什么都是而不见的悲痛 也很心疼初次有此经历的何公 虽然家冒先前指定了四岁的龟之主 但是如今幕府力量衰微连掌周都打不过 所以老猪们还是让庆喜继承了德川家 龟之主则作为庆喜的下人 按照家冒的遗愿 家冒的灵鹫被偷偷送回了江户 看着对着灵鹫失声痛哭的何公 再也没有人能和赌鸡一样理解他的心情 和灵鹫一起回来的还有家冒带来的西阵纸 何公紧紧地把之物抱在怀里 回忆着和丈夫的最后一面 什么都没有说的他 再也不能让丈夫听到他所有的爱意了 赌鸡从阿胜的口中得知了家冒的遗言 阿胜也对家冒是去的样子难以释怀 说从未见过如此心灵纯净的人 家冒的后事处理完毕后 龙山告知赌鸡何公不愿意落发为你 并且有传闻说要回到京都 因此赌鸡特意找何公谈话 何公告诉赌鸡他不愿意落发 是因为不相信家冒已经过世 至于回京都是身边所有人的意思 因为他们觉得前途无望非常沮丧 随着庆喜的正式上位 几人决定过了新年就返回京城 得知消息的本寿院当面吐槽何公 说没想到他对江户没有一丝留恋 认为过世的家冒真是十分可怜 赌鸡对何公的理解让何公震撼 次日他便主动要求落发 并在不久后举行了落发仪式 被他的皇兄封为靖宽院 此时的何公还无法理解赌鸡的坚强 但不久后就传来了国主因天花去世的消息 何公也觉得是自己没有完成使命 才让兄长为难郁郁而终 非常自责 随着国主去世所国也随之取消 公公主的使命某种程度上也算圆满 赌鸡告诉龙山谁也不得有半句怨言 安安稳稳地送何公离开 正好此时何公来拜访赌鸡 看着赌鸡微笑地告诉他 正在商量他的返金日程 何公极其不理解 儿媳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离开 赌鸡为什么还能如此微笑相送 赌鸡告诉何公 自己虽然在很多事情上做了让步 但也算靠着自己的意志走到了今天 所以想何公也能按照他的意志而活 何公看着坚强的赌鸡 终于坚定了留在江户的信念 说每天看着佳茂留下的息阵之事 总会想起年纪轻轻店位得川家现身的佳茂 一定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和心愿 如今佳茂尸骨未寒自己就返回京都 实在太对不起他 同时眼见赌鸡如此坚强他也很想效仿 听了他的这番话赌鸡目光柔和起来 赌鸡说何公还是第一次叫自己母亲 何公这才反应过来 他在不知不觉已经叫出了口 何公也从他下定决心起 真正的成为德川家的一员 只是不久后何公公主身边的亭田 也因病怀着对故乡的思念突然离世 何公也如同赌鸡一样逐渐失去身边的人 在这之后因为庆喜留在京都任职 其夫人也没有回到江户担任御台所 所以冷清的大奥只有靠赌鸡支撑 但德川家的权力威信都在步步衰退 越来越多的藩主已经不再服从 不论是朝城还是各大藩主 眼下都想推翻陈旧的幕府 为了避免战争庆喜接受了大政奉还 将幕府负责的有所政务交还伦朝廷 一时间幕府失事摇摇欲坠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大奥导致到处人心惶惶 赌鸡为此召集了身居高位的女子 表明了自己会守护大奥安稳的决心 赌鸡表示不管天下形势如何 自己即使拼上心灵也会守护大奥 让大奥女子们很受鼓舞和公也被感染 因无法避免终有一战 为了保证赌鸡的安全 小松和阿进找到阿兴 让他写信给赌鸡让他回到萨摩 阿兴在心里寄托了恳切的思念 赌鸡虽然知道母亲是为了自己好 但仍含泪对送信的老女小岛表示 自己是德川家的媳妇 无论如何都要守护大奥不会回去 赌鸡身边的玉年记都再次请求他 离开前途暗淡的德川家回到萨摩 连龙山都觉得赌鸡已经付出太多 让他把大奥放心地交给他们守护 赌鸡告诉玉年记们即使是兵工程 自己也会作为德川家的媳妇 和武家的女儿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时间几人看着彼此效忠带泪 而此刻的阿信也与远方的女儿有了感应 因为德川幕府两百多年一家独大 为了逐步推倒幕府 朝廷再次要求庆喜辞去官职 并交出德川家的部分封地 萨摩也故意在江户的一处城池放火 以此激怒幕府开战 这样重重压迫之下 庆喜终于忍无可忍讨伐萨摩 但萨摩早已经准备周全 虽然兵力悬殊 但是他们得到了仅值预期 见预期如见朝廷让幕府溃不成军 吃了败仗还变成朝敌的庆喜 连夜带着几个心思逃回了江户 大傲众人担心庆喜此举 会受到朝廷讨伐将战火拉至江户 纷纷找赌鸡身口 让庆喜以死泄罪就额穿架 庆喜本想求助于空小时事的阿胜 阿胜却表示能助他的只有赌鸡 庆喜因此会见赌鸡 表示未就德川家他愿意去赴死 不料赌鸡嘲讽就不过是看了 庆喜倒是以死换个痛 留下命令全非的德川家 便中失去一家只竹狗血出生的行事 赌鸡带着庆喜找到何宫 表示想让庆喜隐居 闭门思过对朝廷表态 同时求何宫写请愿书 求朝廷饶庆喜一命 虽然厌恶庆喜所为 但见赌鸡如此决定何宫也点了头 赌鸡告诉庆喜他只不过肩负 大傲千人的生死都心惊胆战 理解作为将军 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赌鸡的一番话鼓励并打动 走投无路一心求死的庆喜 从这天起他如赌鸡所说闭门思过 表明反省的决心等待朝廷的赦免 连同和宫的情愿一同送到京都的 还有赌鸡请娘家 建卫家转交的情愿 可是如今赌鸡的养父已经退位 建卫家家主变成了养父的儿子 为了明哲保身果断拒绝了转交请愿 负责送信的唐乔 就在为难之时 遇到了在建卫家谋士的吉党 建赌鸡有难吉党找到在京都的小松 请他想办法阻止战争 小松告知攻打江户的参谋 是他和赌鸡的就有吉之助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吉党前往江户 让赌鸡给吉之助写信感化对方 并有与吉之助也有些交情的吉党去送 巧合的是攻打江户的总督 是与河宫有过婚约的赤人亲王 婆媳两更是感到惺惺相惜 唐乔没有完成任务 羞愧的复命 龙山则适时告知赌鸡 唐乔带回了一位旧人 见到吉党 赌鸡的双眼都被欣喜点亮 吉党转告了小松的安排 赌鸡当场动笔给吉之助写信 阐明自己的心情和买骨德川家的决心 恳求吉之助能对德川家网开一面 吉之助读着赌鸡的信 回忆起从前的点滴不禁落泪 面对吉党的劝慰更是失声痛哭 可还是很下心来忍痛拒绝 吉之助的拒绝在赌鸡的意料之中 他理解吉之助的使命 也尊重他的一腔热血 但仍相信还有一线希望 随着发起总工的日子逐渐逼近 吉党也决定回到京都 再为赌鸡四处奔走想办法 临行前无意间提起 能够触动西乡内心使其改变的 只有已经过世的骑兵大人 苦思之后赌鸡有了灵感 在阿胜启程战前谈判时 将骑兵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 连同修战的请愿信 一并转交给吉之助 读者骑兵的亲笔 想着曾经自己一度为之效忠 教自己学会人爱的大人 自己的决定差点毁了他的国土 吉之助终于松口同意了修战 朝廷也同意了保全德川家 但作为条件需要德川家交出江户城 为此赌鸡去了家定的灵气 渴望他的决定能得到丈夫的理解 说自己不知道江户城是否陪备了 丈夫想要守护家族的夙愿 他闭上眼睛感受丈夫的回答 却在冥冥之中真的听到了丈夫的声音 赌鸡说自己也想过捍卫德川家的荣耀 但家定却一如既往 赛着儿童般的纯真 笑他那是白白送命 赌鸡召集了所有的大傲女子 坦诚地告诉众人 如今不得已必须弃城离去 所谓的大傲也将不复存在 但保证会安置好所有人让大家都有去处 出让江户城的日子一天天接近 大傲的女子们都找到了各自的去处 对侍奉过赌鸡的一些人来说 赌鸡进入大傲的日子历历在目 那个与众不同的活泼公主 仍然让人记忆犹新 服侍过赌鸡的育年进 都想继续跟随她 赌鸡却希望他们能有各自的家庭 体会到相夫教子的快乐 整个大傲充满了伤感而惨淡的气息 却又蕴藏着新的生活希望 离开江户城这天出发前夕 赌鸡告诉重野 让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在亭前院子里仿佛还能看到 和他出见时捉迷藏的家定 小桥上仿佛还能感受 家定第一次拥他入怀的温度 在两个人的寝殿里自己对家定说过 他是日本第一男子的话还有在耳旁 这座城池每个角落里 都有着他和家定共同生活过的影子 给赌鸡被好教年后 龙山告诉赌鸡 他要和大傲一起相失在众人视线中 说自己16岁便进入大傲 想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度过余生 赌鸡尊重龙山的选择 在与龙山坐别时说自己内心悔恨 在自己这一代不得已将城池拱手相让 在龙山的乡送中赌鸡坐上降临 离开了这所装满了他和家定 所有爱与快乐的城池 赌鸡等人暂时住到了江户一桥家的府邸 因为无法生活在和家冒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何宫失去了在江户逗留的意义 准备和赌鸡告别启程返回京都 而为了不让德川家有出头之日 德川家的奉务从400多万弹削减到70万弹 为了节约开销不让赌鸡为难 崇业也带着几个市民选择了离开 就有顾骄接连离去 赌鸡有些丧气 正在这时见到了腿疾严重的小松 赌鸡一如既往地准备棋盘和小松对应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小松终于鼓起勇气 问了自己心底压抑多年的问题 小松也表示阿进是上天赐给他的嫌棄 两人都感慨彼此最终都获得了幸福 赌鸡更是告诉小松 在萨摩一起度过的时光是他的珍宝 小松预感自己时日无多 在赌鸡问是否还能见面时 没有如往常一般给了肯定的回答 让赌鸡不禁伤感抽成之后 身边的人都一个个不在了 两人再次拿出护服相对 彼此却都是泪流满面 后来德川家从江户移至郡府 新的当家归之助也更名为家达 大傲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一天赌鸡听侍女说有人来访 前去查看却发现是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哥哥 几人如同十多年前 鱼翼登入萨摩的前夜一般 喝茶倒酒回忆起最近爱的父亲 赌鸡感谢母亲对自己的教诲 才支撑着自己走到今天 阿信也告诉赌鸡有这样的女儿 自己无比自豪 在心满意足地见到赌鸡之后 阿信夫人回到金河泉 安详地走完了六十年幸福美满的人生 不久之后小松也病重离开了人世 随着新政府的建立德川家失去了郡府 迦达也回到了已经改名东京的江户 和赌鸡还有本寿院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两年后和宫也回到了东京 和赌鸡一起结伴出游看戏 又到两人丈夫的灵魏前谈心 赌鸡请和公多来家中走动 和公也表示那是理所应当的答应下 也是不久之后便因病相相遇 享年三十二岁和丈夫家冒和葬一处 不久后加达和禁卫家的太子小姐喜结莲 龙山和重也带着几个侍女 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前来拜访 重逢的喜悦挂在每个人脸上 在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全家福 五年之后加达和太子有了孩子 赌鸡也成了曾祖母 眼见德川家后继友人 家定的子子孙孙安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完成使命的赌鸡 在四十九岁这年安详地离去 与家定之坟并列长年 赌鸡这一生意 与丈夫真正相守的日子并不多 几乎半辈子都是在思念中度 但丈夫温润的爱 却浸满了他人生的每个角落 句句不提爱 却处处都是爱 如同我们生命中路过的许多人 都会成为我们怀着坚强的心 礼遇人生中许多风雪的礼 而所谓的性子 也不过是与友人与家人与爱人一起 走过我们平凡却又充满光亮的一生 也愿与我朝夕相伴 一起看过角色的欢笑与眼泪的大家 黑夜有灯梦里有人 感谢你们 下个故事里 我会再次为你们提灯穿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